OK好 那很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研習 那今天是我們八月份手把手的第二堂課 那這一堂課會是我們 我們七月八月都各有開五堂的手把手的課程 那這一場 就是對應七月跟八月都一樣 就是第二場會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們要特別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AI的應用 OK 那在我們正式進入到今天的課程之前 然後還是先請大家有一些前置作業 雖然今天我們講AI 不只講HiTeach 我們今天會把很多現在線上的好用的一些AI工具 都抓出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不會只講HiTeach 但是我們還是會有蠻大的一個比重的部分是在談HiTeach OK 所以這件事情要請大家能夠幫我一起先注意到 首先 我們每次的研習最大的原則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夠預備 有電碼 OK 那你有電腦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同步跟我去操作HiTeach 所以如果你手邊現在有電腦的話 還沒有安裝過HiTeach的老師 幫我第一個 點開你的電腦裡面的任何一個瀏覽器 你用Google Chrome 你用什麼都可以 點開瀏覽器之後 請你幫我直接在瀏覽器裡面去搜尋 各位的HiTeach的下載 然後找到我們官方的載電 去按一下download 按一下download 把HiTeach安裝到你的電腦裡面 這是第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 等一下我們在用HiTeach的功能的時候 你才能夠跟我同步去做操作 就是第一個 好 那提醒一下 這個HiTeach的安裝必須要使用 比如說Windows Windows系統 然後是10或是11 Win10或是Win11 的電腦才能使用 OK 這個要請大家先特別注意一下 這是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 就跟你的手機有關 第二個就跟你的手機有關 剛剛是電腦 HiTeach 現在請你拿出你的手機 在手機的商店裡面 不管是Android或者是iPhone的商店 你都可以找到HITA5 ITA5這個APP OK 找到我們這個APP之後 一樣去把它在你的手機裡面做安裝 安裝的時候 有三件事情要請大家做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APP載下來之後 它應該預設 一打開會是一個登入的頁面 這個登入頁面裡面 你可以選擇用一個 第三方的方式來做登入 比較簡單 你可以選擇用Google 或者是我這個圖還沒改到 最近我們單一嵌入 教育也綁定在一起了 所以你現在上面應該也可以看到教育雲的符號 你就可以直接去做綁定登入 這是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 你擁有了一個帳號之後 你進入到我們系統裡面來 應該就會看到 這樣的一個頁面 也就是有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下面會有一串 十位數的數字 這串十位數的數字 是非常的重要 叫做你的用戶編號 你要取得各種權益都會需要它 但是你不用背它 你只要知道它位在這個地方 從這裡可以去看到就好了 所以第二步就是確定你登入成功 有出現一個十位數的用戶編號 這樣就可以了 再來第三步 第三步也非常的重要 OK而且尤其是今天 我們今天要講AI 我們今天要講AI 這個我現在要講的第三步 會直接的牽涉到你在使用Hi-T區的時候 能不能用到Hi-T區你的AI功能 所以這個第三步非常的重要 要請大家能夠 找到Hi-TA的下面 它有五個頁簽 第五頁 第五個頁面叫做我的 我的的那個頁面裡面會看到有一個 帳號進階資訊 要請所有人能夠幫我把那個帳號 進階資訊點開來 填寫完成裡面的內容按儲存 OK 這個是等一下我們要取得Hi-T區的AI 一些功能的必要條件 所以請大家能夠 這個 確認好這件事情有做過 它就是有填過就好了 如果 只要不是今天第一次參加的老師 應該前面都做過了 只是針對今天也許還有一些老師是 新加入的 我們再提醒一下 兩個前置作業 OK 第一個就是電腦裡面 請你安裝Hi-TA這個教學軟體 第二個就是在手機裡面 請你安裝Hi-TA這個APP 並且註冊一個帳號 並且填寫完成帳號進階資訊 OK 這個是前置需要請大家先完成的事情 我給大家一分鐘好不好 如果有些老師剛剛還需要一點時間去 去單裝啦去下載 我們等一下下 然後我們就 往下講 老師有問題都可以問 有問題都可以問 我覺得 我們要不要做輕鬆的東西 我們可以點擊 好嗎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OK 如果没有人提出什么问题 我们就往下 我们这前置作业 就是 就是花点时间把它完成就可以了 还没完成也没关系 你就是 比如说你的电脑还在安装 你就让它装没关系 OK 好 那我们就先来进入到今天要来主要跟大家谈的几件事情 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AI工具在教学上的应用 那AI工具在教学上的应用其实有很多面向 我们今天会从不同的面向去谈 OK 那进入主题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上课有几个基本的默契 先跟大家建立起来 我相信在很多老师都不是第一次上耳课 所以大概心里都有底 第一个就是上耳课 手机电脑两个东西都要请大家预备 刚刚已经看到了 电脑要有电脑的软体 手机要有手机的APP 它这两个怎么搭配去运用 等校后面都会讲 所以老师不用担心 然后后面都会讲 只是先请大家预备好 安装好软体 这个注册好账号 第二个就是我的课中间是不会下课的 但是我会有很多让大家实作练习的时间 所以在每一个实作练习的段落 你如果需要去像写有间 或什么的就请自便 都没有问题 OK 那大家如果在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 任何听不懂的 或者是任何延伸想到发问的 都请随时可以用Google Meet 本身的讯息栏来来做回应 我看到都会回复 但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 没有什么更问题 所有问题大家今天的目的就是学会 当然老师的教学有更多好用的工具 就是这个目的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有问题尽管问 OK 那也要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不要提早离开 因为最后我们会有抽奖 以及提供大家还提取授权 这样子的一个bonus 所以我们最后会抽奖跟提供授权 OK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上课的几个小默契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来看一下 在我们今天的part里面 我们主要会讲四件事情 其实教学用AI在教学应用 其实就是从头到尾 不同的面向 一开始我们上课的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先设计课程 设计教案设计教材 对不对 然后再来再进行教学本身 OK 那教完之后 课后又会有一些 这个数据汇整啊等等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这四件事情 从AI设计教案 AI设计教材 AI在教学当下的应用 以及AI课后 怎么样成为你一个辅助的教练 我们会从这四件事情 OK 来跟大家讨论 好 那在我们这个开始之前 我教我看一下 OK 在我们最一开始 我就要先邀请大家 来帮我加入一下 我今天的课程 因为我会跟大家 有一些的互动跟讨论 所以我看起来我们这些认数 会过快的 好 那我还是开多一点好了 上次飙到快200 那我就开200 好 如果你从来没有加入过 就是没有执行过 AI设计加入课程这一段 我现在贴一个连接 到我们Google Meet的对话框 如果可以 我先强调 等一下 你用手机用平板 用电脑都可以加 但是我优先请你用电脑 我优先请你用电脑 OK 但如果你要用电脑加 你现在要怎么做呢 你如果要用电脑加的话 等我一下 请你帮我 现在 我把一个连结丢到我们的 Google Meet里面 好非常简单 你用电脑加的话 就是点一下我现在丢出去的这个连结 然后它就会跳到一个这样子 让你输入名字的地方 好那就请你输入一下你的名字 然后按一下 旁边的加入 它就是一个电脑的网页 它就是其中一个网页分页而已 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 你不要去把它关掉 因为我们等下后面两个多小时 就是会断断续续的用到它 但不会一直用到它 所以我才请你用电脑加 因为用电脑加 你就是一个分页 反正那边不用管它 你用手机加的话 就是如果你是切换页面的话 比较容易那个网页会断线 所以电脑比较相对稳定 平板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平板去连 如果你没有办法点那个连结 或者是你现在装置 就是你没有办法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找我画面上这个QR Code 你也可以直接找我画面上这个QR Code 用手机或是平板 找进去 一样可以输入名字 一样可以加入我的课程 这也是另外一个做法 好 我们稍等一下大家 应该至少可以连到个 我想应该七八十人以上 好 这个已经连进去了 呈现那一个上课 钟情保持专注的 那个页面你就停在那就好 然后你那个分页就开着 你就不要管它 我等一下时不时会用到它 好 50多位 再等一下 有问题都可以问哦 老师们记得 连不上来啊 看不懂啊 看不懂啊 有什么状况啊 都可以问哦 差不多60位 好 再等一分钟了吗 再等一分钟就开始 我就不管 我就不管 到底多少人的连线 我们再等一分钟 我们就开始 那个连结贴在那边 贴在对话框里面 所以如果等一下有其他老师 你不要已经断了 或什么你想松连 你就在对话框里说一声 可以再提供一下连结 因为如果有人比较晚加入 看不到前面的讯息 没问题 我们再就再把它贴出来就好 好 我预想的差不多 大概是差不多70位 通常大概七成 八成连线 差不多就是我们 一次参考 平均的状况 OK好 时间到69位 OK 刚好跳70 大家帮我抓了一个完美的 材名跟数字 OK好 那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来 我们今天的课程了 刚讲第一个 我们要来谈AI设计教材 AI设计教材呢 我们最直接的就要来应用 这段时间AI之所以会这么爆红 跟他绝对离不开关系 就是CHEPGTP 我觉得很难念 CHEPGPT 我都念成CHEPGTP OK CHEPGPT它是一个AI的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聊天机器人 可是说它是聊天机器人 其实有一点点低估了它的能耐 它不只会聊天 它其实是一种语言的模型 所以到底在教学上怎么用 我们大家直接来试试看 但是我想先来调查一下 关于CHEPGPT 到目前为止 你自己 你本人 第一个你有用过 第二个你听过 你认识 但是你还没用过 第三个你今天才第一次听到 可不可以请大家先帮我选一下 我想知道一下今天我们来参与的老师的状况 我上面有四个选项 先你忽略第四个 我就不去改选项数了 比较麻烦 你就忽略是 一二三帮我选一下好不好 就是用过 听过 或是 那个老师用IRS帮我答 谢谢大家 用你刚刚连线的那个 Wave IRS 刚刚帮我连线上来的那个页面 来作答 对 不用帮我用那个Google Meet 我没有讲清楚 请大家老师帮我连线进来作答 好吗 你如果已经答了 你看一下我的画面 你的那个座号会变成红色的框框 就代表我已经收到你的答案了 如果你不确定你的座号在哪里 可以看一下 在你的IRS页面的左上角 左上角这边会有一个 单选旁边有一个数字 像我是6号 像我是6号 OK 那你看一下你的座号是不是已经有变成红色的 好 再给大家5秒钟 好不好 5 4 3 2 1 好 来看一下 OK 用过跟听过大概占一半 从来没听过的老师 OK 还是有 还是有 很极少数 跟我预想的差不多 好 那对于用过的老师 我想先选一个人 如果你有麦克风的话 方便的话 我希望你被我选到 你可以开一下麦克风 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在什么用途 是教学还是只是 我试试看 跟他聊个几句 今天天气如何啊 什么之类的 我想稍微了解一下 我挑一位老师来 这个稍微了解一下 好 这个杨芳欣老师您有在线上吗 方便可以开麦克风吗 杨老师 有我在线上 是 老师可以分享一下您使用的经验吗 例如说找一些文本 课文文本 然后希望说 我可以多一些资料可以参考的时候 或者是期末打评语的时候 打评语的时候 您是怎么使用的 例如说想要找到 请他列出学生特质 就是丁丁老师有做一个文章分享 那时候就参考他的 他的语法下去做 跟去GPTP聊天 然后就跟他说 找到学生特质 然后并且用正向语言 然后画出表格 ok ok 好 好谢谢 谢谢杨芳老师 谢谢哦 谢谢 ok 非常已经是非常精准的应用了 看刚刚老师的说法是 老师已经有 就是其实现在线上分享这种 Chap GTP用在教学老师非常多 非常多 很多是真的很专业的 像我本人 我必须说 Chap GTP其实就是这种 AI 科技 人工智慧 并不是我的专业 我只是去从老师的角度想怎么用它 可是有的老师更厉害 他本身就是资讯的这种科技的背景 哇 他能够在讲的一些更深入的东西 是大家很值得去学习的 谢谢杨老师 其实我今天要讲的东西 差不多就是在Chap GTP的情境之下 我今天很简单的教大家 拿它来用三个状态 老师刚刚讲的打拼音 那给我大家顺便补充一下 那个我知道很多老师这样用 其实很棒 那我不会特别讲到那个 但是我可以稍微说明一下 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是从来还没有就是用过 因为刚还有一半以上的老师 只是听过 甚至没听过嘛 还没有用过的老师 第一件事情麻烦 你就先帮我找到Chap GTP好不好 它就是一个网页 所以我将请你打开你的电脑 直接Google搜寻Chap GTP 就这么简单 搜寻进去之后 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Chap GTP 红了之后 模仿的东西很多 模仿Chap GTP的网站 非常多 所以请你确定一下 理论上它应该是第一个搜寻结果 但是你还是大家都check一下 OK 它是OpenAI 它是OpenAI的这一个才是哦 如果还有些奇奇怪怪的网址 请不要点进去 OpenAI的网址 OK 好 点进去之后 OK 点进去之后 它能够做的事情非常的简单 login或side out 如果你是第一次用老师 你就side out 那我是当然就已经有了 就来做一个login 那这个login 它可以直接用你的一些 就是常用的账号 像我今天就直接用Google的账号来做登录 好 login之后 就会进入到我们Chap GTP的页面 那它会提醒你一些事情 就是 这个 这个就是它 它其实不一定精准啊 或者是它会有一些注意事项啊 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 OK好 那就稍微看一下就知道 OK 进来之后Chap GTP 就会长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就可以先登入进来 那登入进来之后 我稍微先介绍一下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 首先Chap GTP 它是这样子的 正中间这些你看到的 就是它的一些范例 告诉你可以怎么问问题 它有 就是能够做什么 它的限制是什么 要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它的资料库更新只到2021 所以如果你问它的是近两年的事情 很可能它给你答案会是错的 当然2021之前的事情也可能会错 不是就一定对 但是就是要特别注意 近两年的资料它是没有的 它是没有的 那上面这里你会看到它有个Chap GTP 3.5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用免费的这个版本 那其实它已经推出了GTP 4.0 它是要付钱的 但功能就更强大 我只讲一个我觉得付费版本最强大的就是 你可以直接把整份那种paper 论文之类的丢进去喂给它 它读完之后直接帮你做摘要归纳 就是那个 有点超加坡 但是真的非常厉害 但是那个是要付费的 我们今天就不讲 我们今天主要只谈 就是它免费就可以使用的功能 好那再来 它的左手边这边 会有所有你问过它的问题 它会帮你把对话一个一个都记下来 所以对话是不会不见的 所以你去把它删掉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试试看 ChimpGPT到底可以做什么 OK 对不起我先讲一下这个 那ChimpGTP 我们今天是请大家用电脑的方式来操作 但是 其实第一个它如果在iOS系统上面是已经有APP的 iOS系统上面是有APP的 那请你一样 如果你是用iOS 你是用iPhone的话 你要去安装它的APP 一定一样要注意OpenAI 不要安装错 因为 有非常多你去你的iPhone的商店搜寻ChimpGPT 你就知道 会有非常大量的用这个名字的APP 而且图都长这样 就超像的 就可能那个弧线有一点点不同 那个角度有一点点不同而已 但是那个都是假的 好那 如果你只是下载到没那么厉害的 那还是小事 有的可能是一些恶意的APP 所以请你一定要注意 是OpenAI 这个才对 OK 那这个是iPhone 那Enjoy手机的话跟我本人一样 我是用安卓 用三星哦 非常可惜 Enjoy手机总是有些APP 不会出的那么快 所以 还没有 但是你一样可以用你的手机去打开浏览器去用网页的方式去的 就是进到HPGPT之后呢 然后在你的手机里面 可以把那个网页去加到主画面 但是你手机本身 在那个网页浏览器的功能 你点右上角的那个 我看一下是什么 看一下我的手机 右上角会有一个 就是Google的那个三条线 然后点开里面 就会有一个加到主画面 你也可以把这个东西 不是APP 但是是一个捷径的方式放在你的主页 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的话 这是手机使用的方法 好 讲一堆 来 我们就来讲 今天我们主要就三个面向来跟大家讨论 HPGPT的使用 第一个 设计条案 跟活动 第二个 归纳文本 这个刚刚杨老师有提到 他的其中的用法 大概就是类似这个 归纳文本的重点 第三个就是 请他提供题目给你 好 我们就一个都来试一下 首先 我其实之前都做过 但我就现场操作一次给大家看 HPGPT 你就是用一般人跟他对话的方式 只是你的指令 记得你跟AI讲话的时候 你的指令要很清楚 你的指令要很清楚 他还没有真的聪明到可以懂你的含义 或者是你更深的意思 或者是你的言下之意 没有 请你一定要给出非常明确的指令 给出非常明确的指令 好我们来试一下 等一下会让大家练习这个东西 我请HPGPT 设计一个预防校园性骚扰为主题的教学活动 我就先用这句话 我把它复制下来 设计一个预防校园性骚扰为主题的教学活动 好就这样 我先就问这句话 我们看这句话够不够精准 OK好 我问出去了 他就开始 他就开始帮我写教案了 写这个教学活动设计了 老师你先一边试 不用等着我的结束 你就可以不用玩 特别你没用过的 你随便跟他聊天 问他天气 问他这个中午建议要吃什么都可以 OK好他打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来我的提问叫做设计一个预防校园性骚扰为主题的教学活动 但是下面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他就给了我活动的主题目标 然后活动内容 OK他总共有9点 OK总共有9点 但是呢 老师们都习惯写教案 应该看这个马上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第一拍看到的反应 第一个就是 首先我没有告诉他这场课多长 对不对 所以他下面都没有给我时间 他没有告诉我第一点多久 第二点多久 我写教案的时候都要有嘛 这个教学活动五分钟 看个几分钟 第二个我没有告诉他对象跟人数 今天我要对国小低年级学生 谈校园性骚扰 跟高中生谈校园性骚扰 一定也不会一样吧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精准 所以再来我们再更精准一点 OK 基于这个 好说 能否把 sorry 能否把活动时间设计 在十分钟内更加精减 并且適合 并且適合 比如说 7至8岁的小朋友离结 OK 好 我们精准十分钟 国小低年级的课程活动 OK 好来 就出来了 有没有就再更精准一点了 活动时间十分钟 故事分享三分钟 欸你看哦 因为七到七至八岁 所以他就简单化了 OK 从小动物的故事里面去谈校园的一些尊重 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去切入 然后故事分享 一个游戏 OK 然后讨论 然后画画 一个美好的友善校园的场景 OK 好 这个就是 你这样去设计教案的一个情境 OK 那我们今天这个 我就是抛砖引玉而已 然后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之前做过的 比如说我之前问过他 台湾历史的教案 OK 台湾历史的教案 OK 所以我一开始一样 先请他设计一个 国中一年级台湾近代史 30分钟的教案 然后他就给了我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OK 好 那再来呢 我就要讲我们这边的重点 今天重点还是要跟大家介绍 HighTeach ChimpGP很厉害 其实他是了解 认识我们HighTeach功能的 只是我刚说 最新的功能 他不会那么熟悉 但是他大概会知道 HighTeach可以怎么用 在这样的教学情境里面 这上次问这一个 台湾历史的时候 他就有帮我用了HighTeach功能 OK 好 那 他这边加了HighTeach功能之后 就是HighTeach可以 你看 他这边可以做问答 对不对 HighTeach可不可以笔记 放大一点给大家看好了 OK 他当初这边给我的设计 你看一下我的提问 对不起 稍微往上一点点 给大家看一下 我那个时候问他的问题是 基于以上的教案 OK 他前面已经帮我写教案了 我觉得教案OK 算写的不错 他可不可以融入HighTeach软体的互动功能呢 他说可以 OK 他就开始帮我融入 我们看一下融入了什么 首先第一个投票功能 HighTeach可不可以投票 可以嘛 谁选A谁选B OK 表达意见 第二个拖曳排序HighTeach物件化 我可以把我 这个某个东西拖到隔壁去 OK 这个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OK 第三个笔记 那这个当然是最没问题的 书写画记 可以问答 OK 绘画 海底局可以拿来画画 可以请学生画图绞交 这些都做得到 OK 讨论等等的 所以这个就是他对海底局的了解 但是当然 我但是想要不会很精准 不会很精准 而且名词定义可能不一样 可能像我都说即问即答 他可能不会用即问即答这个字 但是大概你可以去了解他能够做到哪些事情 OK 好 所以呢 这个 第一个 就是我们先让大家来试试看 用ChemGDP来写教案 OK 那记得我们在给指令的时候 你就是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要把你的指令写得很清楚 包含你要多长的时间 包含你要对谁 等等等等的 这些都要精准 你不要说给我一个中国历史的教案 中国历史5000年 谁知道你要讲哪一段 对不对 精准 有内容 有对象 有时间 有你想要的重点 例如说你希望这里面包含的是 以小组为单位的活动 或者个人发表的一些行径之类的 或者是你希望是一个能够让学生演戏 去表达的一个情境剧的主题 你就是把这些东西写清楚 基本上他给的东西都还蛮有参考价值的 好所以现在呢我要请大家做一件事情 就是试试看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写上来的这个教案 会有 大家一定会各有不同 那我先说 等一下你的教案 他帮你写出来之后 不要太长 像我这个十分钟对不对 好你就帮我做一件事情 你就帮我把他交给你的东西做 复制 OK 在每一个他的答案的旁边都会有一个复制 OK就是有一个很像一个白色的文件 按一下复制 他就会打勾 OK 复制完之后 来我现在要启动一个东西 好 我在HITG这边启动一个作品绞交的功能 我在HITG这边启动一个作品绞交的功能 好稍等一下 等一下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老师帮我看一下 你现在的Web IRS 就是刚刚跟我连线那样的页面 应该长这样 我启动了作品绞交的功能 你应该会长这样 好 请你做一件事情就是 先去ChimpGDP 把他帮你写好的教案复制之后 点正中间的这一个 正中间的这个按钮 点正中间这个按钮 按下去 然后 右手边会有一个T 就是文字框的意思 T点下去 把你刚刚复制的文字 贴上来 我用小几次就好 因为他字版多的 确定 OK 他就帮你贴上来了 贴上来之后 按一下左上角这边有个长得像指飞机的 是上传的意思 按一下 你的作品就被叫上来了 OK 大家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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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只是先做一个简单示范 因为这个关于用ITG交作品的功能 我们之后会有专场 专门来讲ITG这些交交作品的功能 这边只是先使用它一下 但我没有特别详细的去介绍它的一些应用情境 我再讲一次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CHEPGTT 跟它对话 我们的目标是设计一个预防校园性骚扰 最近me too很多 对不对 预防校园性骚扰的教学活动 你要对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 国中生高中生随便 你要对10个人的班 30个人的班随便你 你要多长多短随便你 但是你设定好指令 给他指令 他给你回馈给你内容之后 你把他给你的东西附注下来 然后到 刚刚跟我连线在iICM里面去 把它贴上去 然后按角角 OK 好我们试一下 我们给大家3分钟 好我们给大家3分钟 稍微试一下 有个老师找到空白页了 这个可能没贴到 再稍微更正一下就好 他可以重新讲教 我等一下就是稍微看一下 我不可能今天100多个老师在线上 每一个的教案我们都一一调论 那今天时间就圆完了 我就稍微看一下大家的指令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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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老师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对话框里面询问 如果是很专业的AI问题 我不一定有办法回答你 但只要是我能回答的 我一定会回答 你问我什么chipGDP背后的那个模型是怎么样去设计的 不好意思 那个就真的不是我的专专业 我能怎么用它 我应该还算小有研究 好时间还有一分二十三秒 我现在还稍微看一下 这是我的 看一下大家传上来的东西 这个老师不是用校园性招揉也OK 你可以用你真实的教学需要的情境 这是一个数学课 OK一个四十五分钟在谈正复数的数学课 好 OK 老师今天都是用自己想用的情境 很好 没问题 Windows10的作业系统安装 好 这个校园性招揉 这个就是我刚刚给的主题 大概老师们都是设定大概差不多四十分钟一堂课的内容 OK 数学的脚椎 好 这个是这个毕业感言 OK 好 没错 现在很多人用去生成一些 讲稿啊或什么的 好 OK 这个大家都可以慢慢去试 就是你越常去跟他对话 你会能够给出越明确的指令 再把指令说一次 OK 我的指令吗 OK 我的指令是这样的 刚刚我给他的指令是 我第一个我先很单纯我用 就是设计一个预防校园性骚扰为主题的教学活动 没有太多的详细的细节 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相对复杂的东西 第二段我就跟他说 请你帮我把第一个我给他时间 十分钟以内 第二个对象 七到八岁的小孩 我只是给他时间跟对象 那他就更聚焦了 我这个都还不算到很精准 我给他时间到对象 我没有告诉他我这个班有多少人 对不对 我没有告诉他我这个班有多少人 OK 或者是我没有告诉他 比如说 举例来讲 如果我今天要谈校园性骚扰 跟性别议题就会有关 OK 那可能就让他知道我班上的男生女生人数 或者是你告诉他一些你现有的 比如说常常有这个你的状况是 常常会有男生对着女生开黄色笑话 假设是这样子 OK 那他就可以去更精准的帮助你的需求去解决 去面对 去设计出能够解决面对这个需求的情境 所以就是去练习给最详细的指令 欧阳应该是不用付费的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都是 我现在直接用 在访大家都在用 这个是不用钱的 他有进阶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GPT 4.0 他更高级更厉害 但那个就要钱 OK 那如果一直产生错误这个 我自己是没遇过一直 我有遇过一个状况是他 他有时候生不出来 那通常原因就是一下平时很多人在用 因为我们都是用免钱的你知道 所以其实他并不会优先去算你的东西 如果同时有很多人在用 他会优先去算 例如说有付费的 或者是他就是会有他的排序 所以有的时候他会生成的很慢 或是跑到一半就卡住 这个我都遇过 那基本上因为他是一个免费工具 我对他的要求会太高 所以我就是会重新整理一下重温 通常就会有 复制贴上吗 OK 好 我再讲一次 复制应该没问题 复制就是在ChimpGTT本身 他右上角会有个复制的按钮 或者是你就土法链钢 你直接把整段文字框下来 复制这样那也可以 OK 总之完成了复制之后 到你的Web IRS这边 下面会有三个绿色的按钮 正中间的这一颗 有个白色框框一支笔的那一颗 按进去 你会看到一个全空白的页面 然后右手边这边的工具列上面 会有个T T指的就是文字输入框 T按下去 然后就把你刚刚复制的文字在这边贴上 OK 贴上你可以选小级中级大级 通常我们字比较多的情况下会选小级字 然后你可以改颜色 然后你可以改颜色 按确定 OK 成功贴上来之后 左上角有个纸飞机 有个纸飞机 按一下 按就交出去了 无法复制 ChimpGTT本身吗 应该不会啊 这个应该都是可以复制 对 对 老师试一下 如果反白不行的话 点他旁边的那一个 很像一个文件的那个按钮 看点那个文件的按钮 那个也是他的复制 那个电脑没有那么多工具列 是指我们IR一直端吗 如果老师用MAC电脑 虽然不能安装HIT 但是拿来使用IRS 应该是不会有任何问题 IRS没有分MAC跟Windows 因为他就只是一个网页而已 点进去贴在这边 老师看到的是这个建议吗 长得跟我一样吗 对点文件变成打勾 那他就是已经 进去了 已经复制了 你就可以直接去贴了 他变成打勾 代表他已经复制好了 不一样 那老师看到什么 可以 有人可以跟我讲一下吗 老师是点刀 老师好 我的界面只有四个按钮 一个是钳匙一个叉子 然后一个就是一只手加 有个加号 然后跟1比1这样子而已 诶 诶 是因为我没有安装什么 不是不是 这就是网页而已 应该跟那个没有关系 诶 诶 那我就这样 好好好 那我重新连线一次看看好 好 我看 谢谢老师 不会不会 啊 诶老师是不是按到 这个啊 我看一下老师是不是按到别的 老师是不是按到这张图啊 这张图按进去的话会没有提 诶 诶对耶 好 谢谢 这个退出对 左上角有个退出 最左上角的退出 帮我按下面这一个按钮 就是三颗绿色圆圈 正中间的那一颗 你进去看到会是全白的 那个才对 诶 为什么我现在看有没有 诶 我重新整理一下 对点进去 如果没有的老师 可不可以帮我重新整理一下 再重新进来一次 应该就会有 对耶 点到上面那个就没有 我不确定 就是 为什么 点下面这一个 点下面这个 应该会有完整的工具列 好看起来很多老师 遇到这个问题 好 就重新整理再进来一次 好 就会有这个提 好 但没关系 好我们今天的重点 也不是大家这个作业只是一个 给大家一个体验的过程 就是你自己有用 MGTB练出 你大概知道怎么做就好 那个比较重要 好 这个作业只是 收上来看一下大家大概 做起来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OK的话就好 大概有个底就好 好 我们就先往下讲 好不好 我们先往下讲 这个作业只是一个 让大家试着绞交的过程 所以大家不用有特大压力 因为我今天也还没有细讲 那个IT去交作业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就是不熟悉 也没关系 我们下一堂课才会特别专门去介绍这个东西 好 我就先往下讲 OK 第二个我们要来讲就是文本归纳 文本归纳很简单 文本归纳很简单 文本归纳其实就是把一个文章喂给他 然后请他帮你归纳重点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 好 一样我先缩小 来 回到我的ChimpGPT 好 我现在要去找一个文章 那我自己喜欢 就去看这个青子天下 有很多不错的文章 我随便举例 太符合我们今天课程主题了吧 我就把 比如说 这一个文章 哎呦 他会贴到那个广告 我就贴一段就好了好不好 我贴这一段 我给他的指令就是 请帮我归纳出 底下这篇文章的三个重点 好 然后呢我就把文章贴上去 OK就这样 好就这么简单 就这样 我好会帮你去抓重点 那通常啦 我刚刚这篇文章我也是 以前现场的东西 我还没有去细细研读 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 他归纳的重点 不会错 但是 不一定精准 就是他读完这篇文的 他归纳出来重点 不会是错的 基本上不太可能会是错的 可是 不一定真的是 那个 key point 所以老师自己还是要再去抓一下 但是 就像老师讲有时候 去 去解读一些文本啊 或者是 你只是 比如说学生的一些 一些作品 你让去去快速的帮你 帮你做一个简单的 归纳或者是回馈 基本上还是堪用的 ok 如果我在这边再加一个 比如说 我刚才请他归纳重点 我刚才说 这是 以上 这是我 的 学生教的 作文 可以 给予 10 到15日 的 拼 予 回 回 好 这样就好 不然 这样子 就这样 就是 之类的应用 深入剖析AI在教育中的影响 条理清晰 表达清楚 文书色 好 这其实就有点像老师 刚刚那个杨老师说到 有时候 我们是改作文 改造都已经 这个 文思已经枯竭了 没有 其实 TripGTV可以是一个还不错的 帮手 那除了这种 就是 给大家 全部的人 统一的去看一篇文章的解读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文本解读的方式 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就是 现在呢 我要给大家一个表单 我要给大家一个表单 好 这个表单 我要请他帮我一个忙 我一样先把它贴到 我们的对话框里面去 请你帮我 你看一下 我这个表单有两格 第一格是你的座号 就是你刚那个WebIRS的座号 第二格就是 你对台湾的印象 请你帮我写一段话 不要太长 可能也是十到十五次就好 你对我们这个报道 你 你会怎么去叙述它 好了 我一样把它贴到 到GoMeet里面 老师有 因为我刚 那个没有把它做成QRD 所以老师就都在Meet里面帮我开 如果你没有办法点那个连结 就算了 没关系 我只是需要一些素材 不一定要每个人都写 我有个二三十个素材就可以了 所以可以的 老师可先帮我点进去 然后输入你的座号 跟对台湾的一句话 我们把这个表单填完 然后等一下我们来看 ShiftGDP可以怎么帮助我们 所以我就去开它会有个后台的市场表 好 大家一边坐 我自己也来写一个 我刚刚是6号 在台湾的印象就是这个 大家应该都写正面的 我来写一个负面的好了 交通非常乱 这样子 好 OK 我们给他一点时间后 我们等个 30秒就好 可以写的老师就帮我稍微写一下 他可以针对可能这就是一个学生 宣传上来的一堆的内容和作品 然后去帮你做一个分析跟整理 就是大家对台湾的印象主要 最多人主要提及这几件事情是台湾特色 之类的我们大家就来看一下 好时间到 来我们看一下 应该有个几十个就可以了 我稍微重复整理一下 好我收到了 40个答案了 可以 好老师可以继续写 这也没关系 但我就写你这40个 为例 好 我把这些答案呢 复制 好 一样我回到我的JMPT里面 请帮我从以下的文字当中整理出大家对于台湾主要有哪些共同的印象 好我先告诉他我要请他做这件事情 不是啦 你看他有时候笨笨的 我根本还没有给他内容 好 好 STOP OK 我上次这样问他就说 他就跟我说好 请你请你贴给我 我会帮你整理 结果我现在什么都还没贴 他就他就开始回应 好 没关系 好 那我直接贴上去 我直接贴上去 来 我们刚刚的在这边 好 复制 就PPT 贴上 Go OK 我们看他的最后那句总体而言就好了你就知道基本上还算是蛮精准的 OK 他说总体而言 大家对台湾的印象多为美食友善自然人情味 同时也有人提到的交通跟社会问题 好我们回头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是不是真的是蛮符合的 OK 风景 对不起我这个放大一点大家应该看得到 OK 友善小吃美食风景 热情又混乱交通乱做我写的 OK 人情味 OK 这个分乱 OK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他帮你归纳出来的东西基本上不会跟你不会给他的有太大的落差 OK 这个就是第二种用法就是文本归纳 你给他一篇文章 或是你给他来自30个学生的30个想法 其他帮你归纳出大家有哪些共同的论述 这都是做得到的 OK 这是第二个 我觉得教学上蛮适合的一个应用 好最后一个 就是说老师大概都很喜欢这个 就是 出题 当然出题 我们现在主要是两种 OK 主要是两种 第一个就是教材书商各种网站提供这种题库 第二个当然就是老师你的大脑 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大脑很辛苦 教材书商的题库又没办法提供很精准你想要的东西的话 那我们就来请ChapGPT来帮忙 好 好来这边我直接 请提供我实题针对加强英文过去事实态 过去事实 我这个都是我现在当下想的 所以有时候语句没有那么顺 反正问问题就是要精准 这个大家可以慢慢去练习 请跟我实题 我就做这个 请跟我实题 针对加强英语过去事实态 可以 可以练习的 好,來,你看,那出來的問題馬上就有一個bug,也不是bug啦,有一個問題就是我沒有告訴他我要哪一種題型,通常我們給學生練習不會是這麼複雜的題型嘛,我就說一下,請給我實題都是選擇題就,好。 OK,那就出來了,然後又很奇怪,你看,這就是語句我剛,我剛其實有想到,但我故意沒下這個指令,就是我沒有告訴他我要幾選幾選幾,我們一般的選擇題都是四選一嘛,他這邊給我三選一對不對,每一題都要有四個選項,並請幫我標注哪一, 個是正確答案 OK,就這樣,越來越精準了,有沒有,就越來越精準了 那當然你說,那這邊用的詞可能還太簡單,他都是用的have,have,do,do,in,等等的,你可以說比如說適合國中的年紀的難度,或者是可能適合這個多一幾千字的智慧庫裡面的難度,你就可以這樣子再去設,他就會給你更精準的題目,OK,所以這個對於我們想要出題給學生一些比較精準的, 這個人的時態需要練習,那個人的文法需要練習,等等的,就可以給出一些比較精準的題目,所以這個就是用FGTP去出題,那這個我想大家就自己有機會再試試看,他邏輯其實都是一樣的,就是問精準的問題 OK,好,那老師說到,剛剛你跟HITG的文字語音,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沒錯,他們背後運算的方式不太一樣,但反正就是都是去做文字的歸納,這樣子,好,所以這個呢,就是我們今天第一個要來跟大家介紹的工具,也是在談到這個AI,我相信再不熟悉的老師,你入門最近剛聽到AI,第一個聽到的大概99%就是FGPT, 所以這個呢,大家都可以去試試看,好,那,最後在ShiftGPT這邊,我補充一個東西就好,ShiftGPT剛開始出來的時候,確實是獨樹一格,沒有人跟他類似,但是各大這種科技的公司當然馬上就跟上了,所以以我們現在比較常用的瀏覽器來講,Google,Google,跟微軟,分別都有出一個,也是這種類似聊天機器, 好,那,Google的話叫做Bard,然後微軟的叫做Beam,OK,這個我就不講,老師們都可以去試試看,Bard跟Beam,你可以自己去試試看,不是說只有在Google的瀏覽器才能用Bard,微軟才能用Beam,都可以,但是就是他們家出的,但它也有點類似這個東西,好,那,差別在哪裡呢,差別在於Bard跟Beam,號稱,因為它是聯網的,它是掛在它的瀏覽器手上, 搜尋引擎裡面的,所以號稱它的資訊是比較清新的,就是至今新資,因為剛剛說ChimpGP只到2021嘛,那,Ward跟Beam是縮到2023到最新的資料,它都抓得到啦,但是我自己實際這三個都用過,我還是覺得ChimpGP給我的答案我比較喜歡,雖然它沒有最新的資訊, 但是,我上次用Beam,我就,我直接問他一個問題,他就,這個,原型畢錄,他就,我問他說,請,請,歸納出10個,2023年7月到8月之間發生的世界大新聞,他就歸納了10點,然後,那10個裡面大概有3到4個,都不是今年7、8月發生,所以, AI一定會錯,但是這個,當然老師自己要去抓錯,之餘,我覺得它整體並沒有說,因為它的資料庫比較新,就厲害到哪裡去,不過老師都可以用用看,這個沒有絕對,就是個人的習慣,我是比較喜歡用ChimpGPT,OK,這個老師都可以試試看,好,所以,第一個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設計較暗的使用, 就是我們的ChimpGPT這個功能,好,老師們有沒有什麼問題,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要來進入第二步,就是設計較財了,好,OK,有問題就一樣,可以留言,隨時問,那沒有特別,現在要提出的話,我們就,來走第二段,設計較財,好,叫暗設計完之後,我有個40分鐘的叫暗,那第二步,我們就要來設計較財,好,那第二步,我們就要來設計較財,好,那 那教材基本上分,第一個最直接就是大家的PPT,OK,第二個,我這邊特別教一個東西,在AI裡面,現在也很常應用的功能,就是圖片生成,好,圖片的生成,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首先,我們先來講圖片生成,AI生成圖片這件事情,已經是一個,不能說很成熟,但是很蓬勃發展的技術了,OK,而且這個東西產業非常大,你可以想像,圖片中AI生成,然後那個, 會影響到非常非常多的產業,但是一樣,大部分專業的AI去生圖,的這件事情都是要花錢的,而且它是需要訓練的,我們,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聽過,就是有,現在有一個,有一種,有一種職業, 它,它被稱為這個,永唱師,或者是,這個,就是咒語師,很多說法啦,但總之就是,它很會下那個指令,就是我們剛剛講,給AI指令要很明確嘛,那我們跟CheckGPT對話,都還只是文字指令,它回你文字,你今天要它畫一張圖,你給指令的能力就要更高對不對, 對,你要很清楚,我們要說這個背景,你想要畫一個人,男人還是女人,大人還是小孩,東方面孔還是西方面孔等等的,你需要給出非常明確的指令,它才能夠畫出你想要的東西,所以,這種很會下指令的人,它其實是一個新興的職業,但我們今天不講那麼複雜,普通人都能用的就好, 所以我跟大家介紹一個,我自己會拿來用的AI的畫圖的,這個,這個工具,叫做Stable Diffusion Online,旁邊我這邊有寫三個,Playground Online,這個三個,你也可以回去試試看,它都是免費的,但我要強調哦,都不是完全免費,大部分的AI的免費都是,它會給你一個,比如說每天有個Code,深層幾張圖,或者是它會給你一個所謂的Credit,就是你有多少的點數,類似點數的概念,用完就沒有, 這個是大部分的免費是這樣,那我今天要介紹這個Stable Diffusion Online,是完全免費,但是它畫的圖,也沒那麼厲害,它畫圖的功力也比較弱,但是如果老師你只是上課,需要輔助一張圖,有時候我們怕版權問題嘛,對不對,只是要一張簡單的圖,它應該還可以堪用,我們就去試試看,Stable Diffusion Online,我們來看一下,在這邊,Stable Diffusion Online, 那請你一樣幫我注意一下,因為其實很多AI工具的名字都很相近,所以幫我確定一下,我要你找到的是這個,Stable Diffusion Web.com的這個網頁,Stable Diffusion Web.com的這個網頁,確定一下,應該就是第一個搜尋結果啦,這樣子,好,你要注意是Online,Stable Diffusion本身,不加Online,Stable Diffusion,它也是一個繪圖的軟體,可是它就是專業的,它就是要花錢的, 它可以畫的比較厲害,然後我們今天用的是免費的,一定要有這個Online,好,我們就進去試試看,OK,Stable Diffusion,Online進去,好,這個最好的地方就是它連登入帳號都不用,它連註冊什麼版的Google都不用,你一進去, OK,你一進去就直接點這個Get Started For Free,直接點這個Get Started For Free,點下去,好,然後,就,Dute a large number of users,好,這就是我講的,免費的工具都是這樣,很多人在用的時候,你可能就會輪不到你, 你就要等,好,口中整理一下,現在是可以進來了,好,Enter Your Prompt,好,來,這個就是這樣輸入指令的地方,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練習的指令長這樣,我們看一下,我今天想給大家練習的指令,在雨中撐著反走路的圖,好,一樣,我就先用我的這一個,這一句話,直接複製,我們看它會幫我審數什麼,然後我會建議大家,如果可以輸入英文的話,你就改用英文, 因為,這個,通常英文的整個收尾,還是會再更厲害一點,但我現在沒有要去,我先用中文的示範,OK,來,它不會給你,只給你一張,它會給你很多張,你可以去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情境,OK,是不是你想要的情境, 那AI很不會畫臉,所以你看這種,整臉啊,都會非常的糊,然後旁邊這個車子也長得很妙,有沒有,但這就是我說,我們現在用的是什麼免費的工具,所以它會比較有限制一點,好,那在雨中撐著反走路,我可不可以再更精準一點,例如說在,下著大雨的晚上, 上,然後呢,然後呢,一個小男孩,撐著閃,守在,比如說,我們給它一點更精準,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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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日式的街道,好,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指令變精準了,圖會不會更,更去挑,好,顯然,它沒有抓到我想要的東西,對不對,非常明顯它沒有抓到,好,我改用英文試試看,OK,我英文沒有很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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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個男孩 一個拿著傘的男孩走在一個城市的街道上 在一個下著雨的暗夜 我們看他會不會給我比較是我想要的東西 比較有FU了對不對 比較有FU了 OK像這個應該就蠻有FU的 OK有點像鬼片 但就比較精準是我想要的東西了 對不對 OK 好 所以這個就是用AI去生團 試試看給他描述細節 沒有都可以嗎 好那我們一樣好不好 來跟剛剛佼佼那個劍PGP的時候一樣 我看一個圖片收集的東西 請問你怎麼這麼小 是不是有老師 老師剛講話是那個很 很糊 OK對畫出來的人會很奇怪 我再次強調AI粉不會畫人 但尤其我們用這種免費工具 他的運算他不會幫你做到那麼精準 所以即使是付錢的AI 現在畫出來的人 有時候都還怪怪 所以AI很不會畫人 這個是現階段的技術 當然他一直日新月異 都一直在突破 但是AI是相對不會畫人的 尤其是人的細節 你常會看到如果畫出來的人 有什麼六隻手指啊 三個眼睛啊 那個真的有時候囊面 好來 我開了一個圖片收集 請大家就好 比如說我想要選這張好了 我就把這一張先另存 或者是你直接截圖 如果你是用手機的話 你就把它截下來就好 好 我存好我要的圖之後呢 我回到我的Web IRS 來請大家幫我注意一下 我剛剛是請大家按中間那個按鈕對不對 請不要按中間 現在請你幫我按左邊 有個相機的符號 那個最直接 就是請你上傳一張圖 上傳之後一樣按左上角的提交 跟剛剛一樣 按左上角的提交按下去 作品就交出來了 我們一樣給大家三分鐘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大家能夠畫出 有沒有那種非常有Fu的圖 OK 大家試試看 我這個指令是給有人 那其實整個AI的應用上面 如果說你想要畫的比較精準 那有人 就你又要免費 又要畫出精準的人 我直接跟你說現階段 基本上做不到 你又要用免費AI去畫出比較精準的人 比較多人或是一些精準的物件 比如說一支很精細的手錶 一台這個藍寶堅尼跑車 要畫得很精準 是有難度的 是有難度的 但是你看像老師們給的東西 你說像他的臉 可能會有點不正常 但不會到非常怪 那他比較怪的是腳 他這個身材比例很明顯不對 那他就是會有一些這樣子的一個落差 但是基本 如果只是一些示意 或是你出個數學題有沒有 像我7月的時候用的題目是 那個數學課本裡面不是很喜歡 有些人很奇怪的 喜歡去大賣場買一大堆西瓜之類的嗎 我就 這種數學題目就是這樣子 我就出了這樣的題目讓大家練習 小明在大賣場買了10顆西瓜 小明是一個小男孩在大賣場 然後他面前一堆西瓜之類的 你就可以去試試看 都蠻好玩的 OK 其實還不錯 大家有把那個Fu大概去抓出來 那順便跟大家這個 媒體素養一下 既然大家知道AI會 我們現在到底只是免費的 你要知道付費的可以畫出更厲害的東西 所以現在真的已經不是眼鏡為平的時代 你眼睛看到的東西很可能 都是假的 需要再三驗證 好 我們待在最後一分鐘 一樣 沒教的沒關係 讓大家練習 我們要掌握整個時間 不能一直50斤的練下去 但是你想教的話 有成功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看看你的作品 那一樣 我今天只是先以這個Stable Diffusion Online 去做一個示範 其實類似的工具非常多 我剛剛旁邊還有放幾個也是免費的 甚至我相信未來會有越來越多 這一定這產業一定越來越大 一定會有越來越多免費的好工具 那當然相對的一定會有些工具 可能現在免費之後要收費 這我不敢保證 可能我今天這個Stable還免費 明天他就突然要收費 這我也不會 我也不敢保證 但大家都可以多多去搜尋 很多網路上的厲害的人 幫你整理 最近有哪些免費好用的工具 你可以去試試看 謝謝櫻如老師 櫻如老師推薦了一個Dora的APP 這個我也去試試看 這個我就沒用過 我們看一下 我們很快的來瀏覽一下 大家畫上來的東西 基本上 這個24號 這個應該是謝老師吧 謝老師的圖 產生出來跟我的有點像 然後這個應該是陳老師還是鄭老師嗎 還是張老師 OK 比較類似 OK 大家都可以去玩玩看 大家都可以去玩玩看 這個應該蠻值得 你慢慢去練習 你就會越來越精準抓到那個下指令的重點 好 這個我們就過去了 好不好 這個我們就過去了 我再給大家看一次這一頁 這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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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這些也都是 目前 應該這樣講到7月底 它都還是免費的 因為我8月最近過去這個禮拜 沒有一一去試 目前我的頁帶上面的 都是到7月底都還是免費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去試試看 如果它真的要收錢了 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我沒有 每天就update的每個軟體的更新的狀況 OK 好 不過這幾個都不是像 這個stable就是完全免費 這幾個都像我剛剛講 它會給你credit 它會給你每天的一個數量的限制 讓你可以去畫一些免費的 這個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試試看 那如果是要付錢的 像現在AI講到付費畫圖 最紅大概就是meet journey meet journey 就是中間的那個meet 然後旅行的那個journey 那個是現在很紅的一個 大家真正厲害的人在練習去用AI匯圖 大概都會用到那個 這個如果有老師是相關領域 你想要比較深入專業 也可以去試試看 那圖片就這樣 再來我們要講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應該是最實用的東西 就是用AI做powerpoint 我想先在這個時候 先問一個問題 你知道AI可以拿來做 PPT嗎 我上次有問題 我想 我好奇老師們 AI可以畫圖 AI去GDP聊天 這個我想應該是 只要有人看新聞 比較關注時事 大概或少都會接受到這樣的資訊 那你知道AI可以做PPT嗎 我開個試飛題好不好 我想先了解一下老師們的認知 你覺得 你知道AI可以做PPT 在今天之前你幫我按圈 你不知道你就幫我按插 我想先了解一下 你知道AI可以拿來做PPT 你不知道AI可以拿來做跑會 你幫我按插 我們很快的是要了解一下大家的狀況 在10秒鐘就好 很快的做一個簡單的統計而已 好 超出5秒 5 4 5 3 2 1 好沒關係 我沒回答的沒關係 我只是稍微做個統計 看一下 我知道的比較少 但是也沒有到太少 也沒有到太少 不知道的比較多 好 OK 那 AI用PPT 一樣不只一個工具 那我推薦這個 我自己用過兩個 另外一個叫TOME TOME TOME 跟這個GAMMA 兩個我都用過 我自己覺得GAMMA比較好用 那一樣你都可以去試試看 OK好 那一樣我就直接帶大家來試試看用GAMMA 所以 首先我要先請大家註冊一個GAMMA的帳號 但是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想要請你幫我一個忙 因為像GAMMA 他就不是我們剛剛講 老師先不要註冊 我先講一下 他就不是像我們剛剛講的那一種 完全免費的 他是給Credit 那我都會跟老師互助合作 什麼意思 就是他的Credit是這樣 他有點像那種推薦 如果你用我的Credit 來註冊的話 如果你用我的Credit來註冊的話 我可以增加Credit 那你也可以今天練習完之後 去請你其他老師用你的Credit去註冊 你的Credit也會增加 只要有一個人透過你的Credit去註冊 你就會加200 好像200吧 我有點忘記 看一下 加200 我也加200 你也加200 不是只是你給我賺而已 一般老師一進來 我如果沒記錯你一般註冊進來是400個Credit 所以換句話說 你如果用我現在丟出來 在對話框這個Link 你用我的Link註冊 你進來會有600 我也會加200 所以你也好我也好 那在這個Gamma裡面去使用PowerPoint 去建立AI的PowerPoint的話 基本上通常一份PPT會用到大概200到300個Credit 看你AI用多少 看你用到多少 等下我們會講 大概會是200到300個Credit 所以你可以大家去判斷一下 所以老師可以用我這個 剛剛丟出來這個連結去註冊一個Gamma 你就會拿到應該是600個Credit 然後我這邊會增加 如果你不想給我賺也沒關係 你就直接Google搜尋Gamma 去註冊一個帳號就可以了 給大家一點時間 關一關 給大家 一樣 一分鐘 那個註冊應該不會太複雜 因為他一樣就是只要直接綁定Google帳號就好 一分鐘 我沒看到你進來之後你的Credit會在左下角 會在左下角 那我這邊寫一份簡報大概 我剛說200到300 其實大概就是一兩百兩三百都有可能 就是取決於你那一份簡報 用到多少的AI 它會寫在旁邊 所以你今天註冊了之後 你也可以直接點進那個Credit的地方 取得一個屬於你的Link Personal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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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不用寫上我的Credit 就是你只要是點 我剛剛 丟在對話框裡的那一個連結 進去註冊 我就會拿到 對 所以不用特別去點 那這些AI帳號會不會有資安問題 我只能說現階到我焦老師用的都是沒有被提出過相關的疑慮的啦 但你說一個跨國大公司突然某天爆出他的這個背後的個資都賣給詐騙集團 這個我們當然也不敢說啦 但我現在推薦給大家用的都是很多人在用的 並不是一些很小眾或者是很少見的小工具 所以相對的安全性還是比較高的啦 我來看一下我的Credit有沒有變化 然後就知道有多少人加進來了 有 這邊 剛九千多我現在變一望 就是一個人我就會加兩百 所以大概加了我 有千 所以應該至少有個三十個人進來了 那大家記得 不是只是獨立我 一方面你也會加兩百 二方面你今天學的如果你覺得這東西不錯 你就去推薦給你的其他老師 請他用你的虧點加進 你大家就互相幫忙嗎 你用你的可以加進去 你也會增加 OK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子 不用寫 不用寫 老師只要直接點這個連結進去 這個連結進去 你在這邊Google 對不起因為我已經登入 它會直接跳進來 你透過這個連結點進去 你透過這個連結點進去 在那個地方註冊的 它自動就會連到我這邊 它自動就會連到我這邊 OK 如果你要推薦給別人 就是點這個 你要推薦給別人 就是點進你的這個Credit的這個位置 然後像我現在點進去 我點進去 它就會有一個refer a friend refer a friend refer a friend 這個 那它下面你就是副次copy這個link 它上面就會寫 GIF 200個Credit 就是你會拿到200個 你也會給對方200個 每一個referal都可以拿到 你就是給他這個link就好 我現在給你的就是我的這個link OK 這樣子 就是點你的那個Credit 左下角那個位置 好 好 那我就來示範一下 我就來示範一下 好 其實基本上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剛一直打字 站著打 就是直四流 所以我坐下來這樣 因為我現在也是要打字 好 其實整個這個Gamma 它可以 它可以去應用的情境 上面你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Create New AI Create New AI OK 那我們就來試一下 OK Create 然後它有不同的Generate OK 就是一般的情況下 那右手邊這個就是text transform 它下面有寫嗎 就是你把一個文件或者是一個note去貼進去之後 然後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些深入的分析 這個坦白講這個我沒用過 這個我自己還沒有試過 我目前比較多在用的都是Generate OK 所以你就點Generate OK 那Generate 這個進去之後 你可以生成三種東西 Presentation 就是PPT 文件跟Web page 就是網頁 OK PPT document 文件跟Web page 那我們這邊就先以PPT為例 好不好 Presentation 好 那首先你要給它一個topic 第一個你要給它一個topic 好 那我們這邊就 這個 呼應剛剛前面的好不好 我的topic就是 預防 比如說 預防校園性騷擾 好 從你我開始 這樣好不好 這是一個PPT的封面標題 所以我用比較有一個標題感 好 第一步你送出去之後 它會先幫你去做大鋼 OK 它會先幫你做出一個outline 就告訴你說 老師 我不是老師 用戶 我這樣子給你 123456 它給我7個outline 可不可以 那我們看一下 它給我的第一個outline 是性騷擾的定義 重要性與影響 常見的校園性騷擾行為 如何預防校園性騷擾 對性騷擾受害者的支持 為什麼每個都應該參與 OK 你可能覺得沒什麼問題 如果你覺得你想改也可以 例如說我在常見的校園性騷擾行為 下面我想要多一個 就是世界知名的性騷擾判決案例 這樣子好 看他可以幫我找出一些實例 可能國內外有過校園性騷擾 發生問題的一些判決案例 OK 我希望他多幫我加這一個 沒問題我們就按下Continue 好 那Continue之後呢 你就選一下旁邊這邊有各種模板 他模板都比較嚴重 不會有像Canva那種漂亮很特別的 比較沒有 OK那我就選一個最普通的 OK再Continue 好 他就開始幫我生成我的PPT了 我自己是對於這一個功能 這一個文工具 我第一次用它的時候 基本上可以算得上是驚為天人 是 對 好 他做完了 老师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会不会做出来大家都一样 首先第一个 不会一模一样 为什么因为AI这个工具 它的逻辑是在你给它的指令之下 它会去搜集它背后 数以译记 数以照记的 它所有背后的资料库里面去归纳 所以基本上它不可能给出 这个人的文本 那个人的文本 产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不会 可是如果有一百个人 都给一样的标题去设计 它最后产出的东西会不会非常像 会很可能会非常像 所以老师问到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所以你才需要在手中去改 不管是CHFGTP也好 不管是PPT也好 你绝对不会是第一拍就直接把东西拿去用 因为第一个它还是有可能有错 这是最直接的 它有可能是错的 第二个 如果大家都直接拿来用 那个没有你个人的想法建议观点 或者是你想要设计的重点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小云老师开麦 但是我一直听到一些杂音 没有尖叫声音 应该是不小心开到是吗 OK 好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生成PPT 改繁体字可以 这就是我刚刚 没错 我现在就要来讲的 我们先看整体的PPT设计 原体字我们等下来看 它整体的整个脉络 有没有清楚 按照它刚给我的outline 第一步预防校园性招扰从你我开始 然后它给了一个小标 一个引言 OK 好 性招扰的定义 OK 重要性与影响 OK 然后呢 常见的校园性招扰行为 这个就是我刚请他加的 世界知名的性招扰判决案例 OK 如何预防校园性招扰 对性招扰受害者的支持与关注 为什么每个人都因为猜游 OK 结论 总之就是这样子 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 那我们就来一一修正 首先 发现 里面有很多简体字 对不对 来 右上角这边有个AI 好 右上角这边有个AI OK 那你就可以继续去请AI帮你做优化 这里就是我讲的 你用AI去优化越多东西 他扣的credit就会更多 但我不知道他每 就是你是输入几个问题 他算多少 那个公式我不清楚 但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基本上像我刚刚这样子伸出来 我如果什么都不改 就直接用 大概就是差不多100 100输头的credit 如果我开始改 可能就用到 改个两三页 或者是给他几个指令 可能就会到200 200多之类的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好 我们就先打开这个AI 先做第一件事情 请把简报中所有的简体制都改为繁体制 好 诶 诶 他有改吗 没有 诶 我先问他可不可以用中文用这个话 诶 我忘记干嘛可不可以讲中文了 ChipGTV已经可以了 我用点忘记干嘛 OK 请将这份简报中所有的简体中文字都改成吧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成功 应该说会成功吧 我还没遇过这个失败 他今天读的好慢 可能 maybe现在有很多人在用 这个有各种可能 大家一定要记得用AI 我们没花钱 就是 只能排队 我现在想一下我下一个问题要问他什么 比如说现在这一页简报 这份简报 应该是八页 我假设我想要等他多加一页 比如说 请他分析一下校园有哪些比较危险的角落好了 OK 等一下我来问这个问题 请他会多一页 这个好奇怪 如果遇到校园性骚扰 应该怎么做 就是正确的处置的流程是什么 我等他请他多帮我加一个这一页 试试看 诶他今天真的换不过来 那我用 我一页一页 好吧 他今天真的改过来 没关系 这个 他自己也说是un expected 所以 我不确定为什么 但没关系 OK 我们就先做另外一件事情 OK 请帮我新增一页 内容是 若遇遇校园性骚扰 应该怎样应对跟通报 忘记告诉他 我要加在哪里 我应该要先跟他讲 诶他出来了 OK 遇遇校园性骚扰 怎么应对跟通报 他就给了 OK 这样子 所以就是这样子 大家就可以去玩玩看 他今天那个繁迪资赶不过来 我不确定为什么 但是我确定这也是可以的 这个绝对不会是他做不到的事情 对那 没比现在很多人在用 没比他系统上面有些什么状况 我不确定 但是这个老师们都可以来去试试看 那你会发现他给的简报 其实都蛮精简的 他一开始给你几个outline就是几页 他给你八个outline 他就是给你八页 他给你十个outline就是十页 他不会一个outline里面做三页 不会 所以老师如果要就是再增加内容 都可以自己来去加 那当然了 有的时候我们反过来 人做简报是太多次 那他做的其实蛮精简 OK 那可不可以像奶奶修改 OK 老师问到一个 没错 很重要 接下来讲上面这里 有几个按钮 首先我们看一下 Present Present你可以直接就跟Canva一样 我知道现在很多老师用Canva 对不对 你直接到网页上面 直接去把它 Full Screen打开 你就可以直接在网页上面使用它 开始去做Present OK 你就可以直接开始用它去做Present 这个做法就跟Canva的相 好 那你也可以按一下Share OK 那Share这边呢就有Export OK Export里面就有PDF跟Powpoint 我试着把它汇出成Powpoint给大家看 PDF就没什么讲了 PDF就是PDF 好那我们把它汇出成一份Powpoint给大家看下 奇怪它今天真的跑得好吗 今天的Gamma不知道是什么状况 很过来 你继续非常终装 你会继续久等待 bei 然后再继续 我再继续 了 Ready 好 太好了 OK 好 下來了 OK 就可以改 就可以 你可以自己再去多修改 那基本上AI去幫你產生的圖片 主要原則上不會有什麼環權的問題 但是因為老師 我們現在講都是一般教學用 不用那麼多的顧慮 那如果你真的是商業行為 那這個當然還是要再自己 再去做一些比較 比較 比較double check一下 那但是基本上AI生出來的東西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環權問題 這樣子 好 我自己覺得可以輸出成PPT很薄啦 然後免費的 你可以用PDF我覺得就很棒了 它也可以輸出成可編輯的PPT檔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的佛心 所以這個老師都可以再去用用看 OK 所以這個就是做簡報的工具 Gamma Gamma OK 好 來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講了所有的設計教案跟教材的內容 我們講的shape GPT 我們用了這個stable diffusion online 去做圖 再來跟大家介紹的Gamma 去做簡報 好 剛剛有說 另外一個做簡報的工具叫做tom 老師們可以自己再去試試看 我自己比較喜歡用Gamma 它會有一些功能上的不同 但整體主要的功能是一樣的 但我記得tom就不能輸出成PPT 我記得tom不行 所以那好像是我當初不太想用它的原因 OK 所以這個老師都可以繼續問問看 來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暫時沒有沒關係 我們就進入到教學的應用 OK 剛前面都是貝克 教材 教材 教案 我們這邊講了 GPT 我們這邊講了stable diffusion 就寫體力講到的 還有Gamma 再來我們就要來講教學跟客戶的應用 這兩個就是我們HiTeach裡面 這兩個接下來就要講到 就是我們HiTeach本身的AI功能 好 所以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老師錄是不是去上線 現在的人數跟綱密開始差很多 所以我要再確認一次 每一個老師請你務必幫我確認 你有打開 你有安裝好手機HiTeach 然後你有註冊帳號 然後你有進去填寫這個帳號進階的資訊 如果沒有 你接下來沒有辦法取得AI功能 這個非常重要 手機HiTeach裡面 請你務必進入到我的 好的那個分頁 然後找到帳號進階的資訊 把它填完 好 那沒錯的老師就現在自己趕快跟上 因為這個我們剛剛前面講過了 再來我們就要請大家進入HiTeach裡面的不同的頁面 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HiTeach這個APP 首先 如果你已經填完 你注冊好了你也填完進來之後進到HiTeach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剛剛有說嘛對不對 HiTeach下面有五個分頁 那我這邊依序從左到右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分頁叫做記錄你的權益跟統計數據 也就是說今天老師你個人有哪些HiTeach的權益 你上課使用的一些狀況 全部都會記錄在這裡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細講 那總之就是一些跟你你的權益 你的你的這個內容 你的上課使用等等有關的都會記錄在這裡 再來第二個頁面 第二個頁面叫做活動快訊 裡面就是會有很多的一些新聞啊等等的 那主要我要請大家看的是 上面會有兩個藍色的那個按鈕 OK下面那個提摩豆優惠券我先講 那個就跟你很多其他APP一樣 你可能會有什麼乘車金購物金免運券 送的小禮物之類的OK 提摩豆也有 我們的一些逢年過節 或是一些時候辦活動 取得一些優惠的方式 你就可以在這邊輸入優惠券 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上面那一個是我們今天主要要講的 上面就有個全新雙AI小工具 全新雙AI小工具 我們今天主要要講AI嘛 這兩個AI工具 兩個就是雙AI嘛 兩個AI工具也點進去 點進這個藍色的按鈕 點進去往下滑 會有一個立刻體驗 請你幫我點一下 他就會告訴你 你已經取得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還是權限我忘記 但這個前提是你剛剛有填 帳號進階資訊 每一天的話你進去什麼 就是他會告訴你資格 所以請你確定 ITA填好帳號進階資訊之後 到這個發現的這一頁裡面的 全新雙AI小工具點下去 你就可以去做AI的領取 啊他只能領一次 所以如果你之前領過 你也不用再做一次了 OK 就是這裡這一步很重要 這一步沒做 今天等一下我最後剩下這一個小時 講的事情 你會沒辦法follow 你會做不到 因為那個AI的取得 就在這裡去取得 好 來再來第三個頁面 就是把手機HITA變成遙控器 是再說一次哪一個部分 可以 但是老師你可能要告訴我們 去哪裡沒遙控器你知道嗎 好我先講完 然後大家再回來講 因為後面這兩個比較還好 第三個就是把手機變成遙控器 把手機變成遙控器 那這個我們今天不會講 就是用手機遠端去遙控HIT 這個我們今天不會講 這是別堂課的內容 再來最後一個就是會有個個人的訊息欄位 個人的訊息欄位 OK 個人的訊息欄位 裡面一些跟你有關的訊息都會在這裡 OK 好再講一次 請老師幫我選到 請老師幫我選到PiTA的發現 就是它下面有五個按鈕 它下面有五個按鈕的發現的這個按鈕裡面 你就會看到上面有兩個藍色的按鈕 然後其中這個全新雙AI小工具 你點進去裡面就會有一個立刻體驗 那只要你有填好剛剛我們說那個帳道經驗資訊 那你有填完 你這邊點立刻體驗就可以馬上取得這個功能 OK 好 我就先往下講囉 老師如果真的有遇到問題再跟我說 好 那現在我們就要正式帶大家去使用 High地距離的AI功能了 所以如果你手機立刻體驗已經填好了 已經也確實取得了 你手機可以先放下 你手機今天我們不講其他功能 今天只是先拿來註冊帳號 跟那個體驗AI而已 所以你只要做到這兩件事情 手機就可以先放下 回來電腦端 你電腦像我知道 今天剛剛說的老師用Mac 這一段你可能就只能先用看了 但有Windows電腦有安裝好High地距離的老師 請看一下 第一個 如果你的電腦已經安裝好High地距離 會有一個這個High的符號 會有一個這個High的符號 這個High點兩下進去之後 會跳出這樣一個黑色的小視窗 在這個小視窗裡面 請你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 登入你的帳號 你有兩種方法可以登入 例如說你剛剛如果是用Google 你剛剛如果是用Email綁定 總之就是第一種方法就是用輸入的 第二種方法就是請你拿出你的手機HighTA 不好意思 我剛剛拿出手機可以放下 忘記這裡 拿出你的手機HighTA 我們的HighTA 任何一個頁面的右上角 都會帶有一個可以讓大家 去掃QR Code的一個開啟相機的符號 OK 參加過就好 就是他只能領一次 參加過就是已經有了 就不用再重複去領 好所以打開你的手機HighTA 掃一下這個QR Code 不是掃我的這個QR Code 是你打開你的手機HighTA 你掃一下QR Code這樣子 OK 這個掃一下你的電腦的QR Code 成功進去之後 你的電腦應該就會變成這個畫面 就是HighTA的頁面 它是一個全螢幕的旁邊 帶有一些工具列的一個頁面 OK 那進來這個頁面之後 我要先講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老師很容易就是進去之後 就想說那怎麼辦 我輸不去 請記得在HighTA裡面 如果你要退出HighTA的狀態 請點擊工具列最右下角 那邊有一個向右向下縮小的按鈕 按一下它就會縮小 它就會縮小 縮小之後變成你的長方形 你只要再按一下下面那個High 不要按到上面那支筆 上面那支筆功能不一樣 我們今天不講 請你只要按一下下面那個High 它就又會回來 OK好 所以先請所有老師 能夠確實的進入HighTA裡面 打開HighTA登入 然後進到我現在這個畫面裡面來 我們看一下老師是不是都OK 我要給大家一分鐘 先確實進入到HighTA裡面來 如果有老師今天是你人生第一次 聽HighTA的演習 接下來這一段你可能會比較confuse 因為今天我們是AI的專題 所以HighTA的AI功能 我都沒有介紹其它IT區的基本操作 所以你可能會稍微有點confuse 但沒關係 我們前前後後都還有其他 是專門針對IT區的功能去做的演習 所以老師都可以再去看之前的影片 或是參加之後的場次 今天這場比較特別 我們談IT區的比重比較強 不按我的課堂教材 我的課堂教材 哪裡會有我的課堂教材 我的課堂教材 在在 老師按到哪裡 我先回答上面那個問題 你參加過就是可以 你只要參加了 它就會給你這個授權一年 所以你就是可以用一年 只要點過一次就好 這個嗎 那老師就再按一下同一個按鈕 它就縮小了 再按一下同一個按鈕 就縮回去了 掃描不是我現在分享這個 是你的電腦打開IT區之後 會有黑色的小視窗 掃你自己的電腦 你不要掃我這個QR Code 我這個QR Code我只是示範用 我這個沒有用 打開你的電腦裡面 會有一個黑色小視窗 打開 對不起 打開你電腦的IT區 會有這個小視窗 你用你的手機 HITA去掃你的電腦上面 IT區的這一個QR Code 你就可以登入IT區 好進來到這一頁 我問一下好了 我問一下 有沒有老師 就是 這一段就是進來 你還需要時間的 你按一下那個 Google Meet的舉手好不好 就是舉手的那個按鈕 你還需要時間 你要按一下那個舉手 這個 這個 OK 這邊還需要的 好 我看到有老師按了 好 那我們再等一下 我們再等一分鐘好不好 一邊等的同時 我先給老師看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是右邊那一條 長的工具列的所有的功能 右邊那一條長的工具列的所有的功能 如果有老師 你兼地自用IT區 但你希望回去可以再有機會再更多練習的話 你可以把這一頁截圖下來 你回去可以去練這些功能 我這一頁停個10秒 你可以把這些截圖下來回去自己練習 但是當然我還是 推薦大家參加其他上次的研究 會更 省權的認識IT區的全貌 對現在還是 你剛剛有跟我連線的時候 不是有連了一個學生嗎 那個還是連著 那個跟你的電腦 IT區打開 不關 就是你的電腦 現在已經把IT區這個軟體打開了 但是剛剛從頭到尾 你不是都有用一個網頁 一個頁面跟我連線 當我的學生嗎 那個也繼續留著 這兩個沒有衝突 好 剛剛我是把手放下了 這應該是ok了 好 那我們就往下講一下 當你成功進來的時候 我再次強調 今天我們IT區只講一小部分 所以你如果監視你第一次用IT區 你會有一點confuse 那是正常的 我們先認識IT區的AI功能的部分 我們先著重認識AI功能的部分 上面你會看到有一個開始課堂的按鍵 你現在看到我的顯示結束課堂 那是因為我已經開了 我是already開始課堂的狀態 所以你不要管我 你的IT區看一下 正上方我藍色箭頭指的地方 會有一個開始課堂的按鍵 那個開始課堂的按鍵你點進去之後 你點進去之後 會看到有一個 這樣子的黑色小視窗 它就是讓你去開始其中一堂課 我今天沒有教大家怎麼去建立你的課程名單 我今天沒有要教那個是別堂課的內容 但是我現在要請你跟著我做 請你點開 本機課程 裡面應該會看到有兩個課 一個叫做智慧A 一個叫做智慧B 那個是內建的 就是不需要另外去 去建立 每個人內建都有的系統預設的名單 有智慧A跟智慧B 兩個都可以 你隨便幫我選其中一個 然後按一下右下角的開啟 可以嗎 點正上方的開始課堂 然後本機課程裡面智慧A或智慧B 幫我選其中一個課 然後按開啟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了 OK 如果你成功開啟進去之後 你應該就會變得跟我一樣 從開始課堂顯示變成結束課堂 從開始課堂變成結束課堂 這樣子 好到這邊 這個是我們High地區每次正常進來使用的流程 就是你打開High地區之後 登入帳號 然後點開始課堂 然後選定今天我是要上哪一堂課 你可能上六年一班 六年二班 你可能上一年五班 一年七班 你可能上國文 你可能上什麼語文閱讀 反正你可以建很多自己的課程 你選定你今天要上哪一堂課 然後按開始 按開啟這樣子 那我今天只是略過 我沒有教你怎麼去建立一堂自己的課 這個我今天不講 但是我們系統內建有兩堂課 可以讓你用一個叫智慧A 一個叫智慧A 所以我們先把那個拿出來用 然後按開啟 進入到這個狀態就好了 現在這裡應該不會有需要用到課程碼的地方 我們確定老師是在問哪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在開始課程 應該不會有課程碼的問題 從開始課堂進入到結束課堂之後 我們就來講一下High地區可以用哪些AI功能 OK我先講High地區有兩大AI功能 High地區有兩大AI功能 一個叫做AI的文具分析 一個叫做AI的小數據 數據比方有點多 而且小data data OK 那文具分析又分成兩種 一個是直接用 一個是填充體 好我這邊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我們先從AI文具分析講起 我們先講直接用 OK直接用我示範給你看 你等一下如果自己想試你可以試試看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沒關係你就看我示範就好 什麼叫直接用 直接用就很像我們剛剛在講 現在GTP一樣 你把一堆文本內容丟給他之後 他去幫你分析 這裡面到底有哪些關鍵詞 被提到比較多 好所以我們要做的流程就是這樣 首先請你打開 這裡有個白色小星星的一個箱子 然後裡面有一個這個第一顆按鈕 一個人頭上寫著ABC的那個就叫做AI文具分析 記得喔你剛剛前面還貼那邊一定要有取得喔 你那邊沒取得這邊看不到是正常的喔 OK 所以白色小星星點進去 正上方有一個ABC 人頭上寫著ABC的這個 這個就是AI文具分析功能 好點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他有兩個情境 一個叫純文字 一個叫雙藍表格 好要先跟大家說喔 在我們的Hightech裡面 他比較不像ChampGTP 他是可以比如說我貼一個文本給他 幫我分析重點 不是喔 Hightech的用途不是這樣 他的設計的主題就不一樣 如果你是要請他讀一篇作文 歸納重點 那你就用ChampGPT 喔 Hightech是針對學生傳上來的東西 去做所有人的答案的就是重點 哪些關鍵字被提到很多次 文字雲 然後還有哪些關鍵詞 哪些人有提到做這樣子的分析 所以我們就直接去試一下 來 我們剛剛不是有先用Google 這邊有請大家填了一個這個嗎 好 我就把所有人一樣喔 我把所有人的答案 複製下來 好 接著 來 白色小星星點進去 上面有一個AI文具分析 點下去 純文字 我現在這個是純文字的狀態 來我把它貼上 這樣子 好 很明顯有個 實際用ChampGPT生成的 來 開始分析 他就會幫我去做三個東西的分析 有沒有看到這上面有三個按鈕 是會分類關鍵詞品跟文字雲 好 我們從右邊看回來 首先是文字雲 他就會幫你把所有的答案裡面提到最多的關鍵字去做文字雲的分類 這個大家應該很熟 文字雲 OK好 這是文字雲 來 文字雲有個缺點 就是你只是看得到 像現在我一看就知道美食最大 我一定有最多人寫到美食 可是我關上到底有幾個同學寫到美食 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 關鍵詞品 看到 原來美食被提到11次 原來美麗被提到8次之類的 那你也都可以去點開來看一下 到底是誰寫的 這裡沒辦法看是誰 因為我這邊是直接從Google貼過來的 所以美食被提到11次 美麗被提到8次 文化被提到7次 真的 再來智慧分類 OK 第一個有提到這些關鍵詞的有哪些答案 有提到這些關鍵詞的有哪些答案 有提到第三個這些關鍵詞的有哪些答案 那你說他的關鍵詞分類可能不一定符合你的期待 OK 所以老師你還是可以手動的去 做調整 OK 對 我可以手動去做調整 比如說我把這一個 我拉到這一欄 拉到這一邊過來 我都可以 可以手動去做一些調整 這樣子 這個是第一種應用情境 就是所謂的我剛說的 我剛說的直接用 OK 我剛剛所謂的直接用 就是 就是 我再點一次喔 你點開這個白色小星星 OK白色小星星點下去 ABC這個文具分類點開來 OK 然後 把通常我們就是用Google表單 表單上面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會讓學生用表單 填寫完整些作業吧 把所有人的表單的答案 複製過來貼上之後 點一下右下角的開始分析 點一下右下角的開始分析 他就會幫你分析出 以下這三個東西 剛剛我們講的關鍵詞 文字語 跟智慧分類 好 可是 這個做法 會有一個小小的限制 就是我剛剛把所有答案 我們回去 Google表單那邊看一下喔 大家就會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剛剛只貼了C類欄 對不對 那我把這所有答案貼上來之後 分析是可以分析啦 可是他不會知道哪一個是誰寫的 對不對 因為我只貼答案吧 我沒有貼對應說 這個答案是幾 那我同學教的 我沒有 OK 所以他有第二種做法 叫做 好再開一個 這個先關掉 然後再開一次 一樣 教具箱 一樣 AI文具分析頭點下去 剛剛我們選的是純文字 現在我們改選隔壁的雙欄表格 雙欄表格是哪個雙欄呢 是哪兩欄 好難唸 哪兩欄 就是我剛剛這個表單設計 本來不就是要大家填寫 座號跟印象嗎 就是這樣子 我要知道是幾號天 那什麼 OK 所以我現在這個表單的後台 本來就是雙欄嘛 好 我們現在試一下兩欄一起拉 兩欄一起拉 數字 過來 這邊AI文具分析點開 雙欄表格 貼上 然後幫我移過去 它就會對應到 按一下中間這個點頭 就會對應到座號跟文具 好 一樣 開始分析 這個時候分析的內容都一樣 分析的內容都一樣 答案應該也不會變 因為我們是用同一個答案去做分析的嘛 美食人親味美麗這些都沒變 可是這個時候 我看關鍵時評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看說 今天到底是 九位同學 是哪九位提到美食 這邊就有了 五五六三三六五號 九十一號 四十九號 有提到美食 OK 這樣子我就看得到 誰提到美麗 這邊就秀出來 智慧分類 是幾號寫了什麼答案 幾號寫了什麼答案 這邊就都看得到 OK 所以這是AI應用的第一個情境 好 我先看到一個老師說 AI文具分析 首先我先確認一下 老師如果剛剛在手機那邊去取得AI功能之前 你就已經開啟電腦的HIT群 你是先開了HIT群 才取得AI功能的話 它不會進去 你要把HIT群 就是你要取得AI功能之後 你需要把HIT群 整個關閉 重新打開就會有 就是它的時間軸是這樣子 如果它必須是 它必須是在手機 就是取得之後 取得AI之後 再啟動HIT群 OK 所以如果你剛剛在做這件事情之前 HIT群是開著的 那請你把HIT群關掉 重開就會有了 這樣子 那基本上跟綁定手機號碼無關 只是你那一個帳號進階資訊 一定要填寫完成 只有這個條件 你用什麼方式註冊帳號 綁定什麼東西都沒有關係 就是帳號進階資訊 你要填完 OK 這樣子 所以這個 重說明一下 好 所以這個 這一棟我不讓大家練習 因為 大家手邊也不一定有一個 剛好可以貼上來這麼多的文本 但是如果你 就是你先知道有這個功能 好 那再來 我們 大家會給大家練習的是另外這一個 就是 AI我去分析 我現在這個所謂的直接用 我再把它寫得更清楚一點 直接用就是 資料是從哪裡來的呢 資料是從 Google 從Google phone來的 OK 資料是從你的Google phone來的 那 填寵體的用法就是 直接在HighTeach裡面 啟動一個填寵體 直接答 直接做 好 我們試一次 來 我現在這邊有一個填寵體 OK 我現在這邊有個填寵體 一樣 我們今天的重點不是教你怎麼 啟用HighTeach的問答 所以這邊我只是示範一下 大家剛剛有跟我連 IRS的人 如果還連在線上的話 你真的斷線了就算了 也沒關係 只是一個體驗 來 我現在啟動一個填寵體 我的題目 類似 敘述方式不一樣 但類似就是 一句話台灣介紹給外國人 來 麻煩幫我在你的 WebIRS這邊 如果你WebIRS還連著的 幫我打一段字 好不好 輸入一段文字 比如說我一樣寫 台灣 交通 亂 來 連在線上的老師 如果你剛斷線了 我也再把我的連接貼出來一次 如果你需要的話 你可以重新連進來 還在線上老師幫我 快的填寫一下 看看 如何取得AI 我們剛剛前面 有帶一下這一段 就是你要在你手機的HITA APP裡面 會有一個發現的分頁 發現的分頁裡面 就有雙AI小工具的按鈕 點進去 就可以點取得 這件事情的前提 是你有先到你的手機APP 帳號進階資訊裡面 去把你的帳號進階資訊填完 才能取得 它的邏輯流程是這樣的 好 我看一下 我已經收到大概10個答案 OK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邊 在這個填充體的情境之下 這裡 就有一個AI的文具分析的功能 這裡就有個AI文具分析 就一樣 一樣會有 那旁邊這邊還有這一個 我兩個一起介紹 這一個叫做翻牌 旁邊這一個叫做翻牌 翻牌什麼意思 翻牌就是把所有學生的答案秀出來 好 我們試一次翻牌 按一下 他就會把所有人的答案秀出來 就這樣 所有人的答案 把我秀出來 但是秀出來之後 一樣 我一下收一堆答案 我想要的是分析 我不是只要看 那我就是點我的AI文具分析 在這邊點一下 跟剛剛直接用的方式 就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文字雲 關鍵詞 智慧分析 一模一樣的情境 好 所以我現在要請老師給大家五分鐘 練一下這個東西 就好 這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個 要讓大家能夠真實去練的東西 就是我現在請你 你自己的電腦不是也還開著HIT群嗎 對不對 好 請你 我看一下 我等一下 關HIT群重新開 還是沒出現AI文具分析 但是老師有確定手機有取得對不對 OK 好 那對 沒錯 謝謝那個錫玲老師 要登出再登入 我跟老師講一下 所謂的關HIT群重新開的流程 是這樣子 點開右上角的HIGH 這邊可以離開HIT群 這邊可以離開HIT群 離開之後 離開之後 在你的電腦的電腦本身 因為它等於說 它是要更新你的帳號的狀態 在你的電腦本身的 右下角的那個 通常我們電腦 右下角會有個小 小箭頭裡面 藏很多背景運作的層次 這裡面 你會看到有一個藍色的HIGH 這一個 這一個 請你要去做登出 請你要去做登出 然後 把它整個這個藍色的按右鍵 關掉 我現在不能關 因為我現在是開始課堂的狀態 你如果已經結束課堂 結束HIGH T群之後 這邊會有個關閉 然後會有個結束 你把它整個關掉之後 再回來重新點HIGH T群 應該就會有 這樣子 再回來重新點HIGH T群應該就會有 就是你要 整個把HIGH T群的背景運作 關掉 然後登出 然後重新登入 重新啟動一次 應該一定會有 好 我剛前面應該先講 不好意思 我沒有預設有些老師 可能事先就有開HIGH T群 所以我是想說 我是先教你 取得HIGH T群 再教你怎麼開HIGH T群 那個流程應該會是對的 但可能有的老師已經很熟悉 所以事先就先把HIGH T群開起來了 所以那個順序就跑掉了 我再講一次 首先你要先結束課堂 往上面結束課堂 然後 右上角這個HIGH T群下去 離開HIGH T群 離開HIGH T群 OK 離開HIGH T群之後 他只是把HIGH T群這個軟體關掉 但他其實背景 你的帳範圍還是登入的狀態 所以你要在右下角這邊 找到這個藍色的小HIGH 找到這個藍色的小HIGH 去登出 OK 然後我有點不是很確定 這個小HIGH 應該需不需要整個關掉 但是 為了讓他做到最徹底 絕對不會有錯 你就是把它登出之後 然後 按右鍵 把這個藍色的小HIGH 整個結束掉 重新進來 應該就會有 這樣子 OK 重新進來應該就會有 老師幫我試一下 好 那現在我要給大家一樣 大概四五分鐘的時間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自己的電腦 如果已經有開啟了HIGH TEACH 好 那位老師說智慧AB 我再從這邊講一次 你電腦如果已經有開啟了HIGH TEACH 請你依序幫我做這幾件事情 就是第一步請你點上面的開始課堂 OK 兩位老師都有 謝謝 點上面開始課堂 點完開始課堂之後 然後在本級課程裡面 應該要看到智慧A或智慧B 應該要有智慧A或智慧B 選定其中一個 點開啟 選定其中一個點開啟 OK 等於說你就開始了一堂課 開始了一堂課之後 下一步 請你 你剛剛現在是 你剛剛是跟我連線 開了一個網頁跟我連線對不對 請你現在再開一個網頁 可以跟你自己連線 可能會有一點點confused 聽清楚 剛剛你開了一個網頁 Web IIS跟我本人連線對不對 因為剛剛什麼到尾都是我在教 我請你跟我互動 我現在要請你可以試試看跟你自己互動 那你說那 我要怎麼跟我自己互動呢 我現在講個最簡單的方法就好 我們講個最簡單的方法就好 來 你現在跟著我操作 在你的HIGH TEACH裡面 上面這邊會看到有一個人的符號 有一個人的符號 你點下去 你有兩個選擇 像這個是大家已經跟我連線 這個是大家已經跟我連線 你有兩個選擇 就是你在你的電腦自己點開 這一個人的符號之後跳出這個 你要嘛 就直接拿出你的手機或平板 掃一下你自己電腦上的QR Code 掃你自己的不用再掃我的了 剛剛已經有加入了 掃你自己的QR Code 然後選一個學生身份加進去 就等於說 你的電腦HIGH TEACH跟你的手機 現在是濕跟深的關係 懂我意思嗎 OK 直接掃QR Code 或是下面這邊 這裡我現在有標在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小小的正方形 你按下去 它會顯示網址以複製到簡貼 OK 然後你把HIGH TEACH縮小 你把HIGH TEACH縮小 再去旁邊開一個新的分頁 貼上剛剛你複製的那個網址進去 你一樣可以 連線進去 等於說 你要嘛就是用手機跟你的電腦 你的HIGH TEACH是電腦是老師 記得你的電腦上的HIGH TEACH現在就是老師 OK 那我現在是要讓你跟一個學生連線 你可以選擇第一個用你的手機當學生 直接掃QR Code進來 第二個 你一樣跟老師那台電腦同一個裝置 老師電腦的HIGH TEACH是老師 但是你複製一個連結 到同一台電腦的網頁上面去 開一個分頁把它貼上去 那個分頁是學生 這兩種做法都可以 總之就是你的HIGH TEACH要有一個學生 跟他連線 因為你才能練習填充體 好 然後接著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點開 右手邊這邊有一個黃色的遙控器 右手邊這邊有個黃色的遙控器 點下去 1234 第四個 他的符號長這樣子 他的符號長這樣子 長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T 然後旁邊這邊有一支牽筆 類似這樣子的 OK 點下去 就是啟動了一個填充體 啟動了一個填充體 用你剛剛的那一個學生 不管是你用電腦連 還是用手機連 然後隨便輸入一些字 我現在一看內容都不管 我只是執行這個流程 OK 然後學生送出之後 老師這邊就會看到 OK 有一個學生已經教了 然後這邊就有AI文具分析 跟我剛剛講的翻牌 這兩個按鈕 你可以去點點看 當然啦 你現在跟你自己連線只有一個學生 所以那個文具分析的內容 不會有任何意義 因為只有一筆數據 但是你可以知道一下 他位置在哪裡 這樣子 好 所以 給大家 一樣 三分鐘 好不好 試一下這個部分 這是我們今天要練習的 最後一個東西 如果你覺得這裡有點複雜 因為你 我再次強調 如果你前前後後 沒有任何其他HIT學的基礎 只聽見這一段 會有一點點 不能那麼明白的話 沒關係 你現在說 練起來是不太確定 沒關係 不用勉強 我是說真的 不用勉強 因為你可能還沒有聽過前面 HIT學的基礎 但是如果老師 你想學會的話 那我還是要建議你 去把我們前面 或者是之後開的HIT學的演習 我先把它整個稍微參加了解了之後 你待會兒來看這個 你就會覺得很簡單了 你了解前後的麥鑼的時候 覺得很簡單 好 開啟填充體後 就是從 右手邊 我現在紅色箭頭指責的那裡 有一個黃色的遙控器的按鈕 我就啟動所有互動的地方 都在那裡 黃色遙控器點進去 這一個符號 就是填充體的符號 點下去填充體就開啟了 好 點下去填充體就開啟了 點下去填充體就開啟了 裝甲 裝甲 那是一个可以 就试试看,知道一下那个位置在哪里就好了 知道一下那个位置,怎么启动,怎么开始做AI东西 知道那个流程就好了 好,时间差不多了喔,有没有老师有问题 我相信一定有人就是还是有点confused,但 没关系,我再次强调,如果老师前前后后 你对海底学还不是那么熟悉,只听今天这一堂 至少你今天学了很多AI的工具 不管是海底学本身的或是以外的 但如果你要熟悉整个海底学的应用 还是需要把其他的我们一些基本操作的教训 再去稍微做一个了解 好,如果没有提出什么其他问题 我们就来最后一个 我们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 就是客后教练 OK,我们强调海底学有双AI 现在我们介绍完一个了,就是这个文具分析的部分 下一个叫做客后教练 什么叫做客后教练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喔 当你在海底学里面上完一堂课 当然你实际用海底学教书的话 教一堂课不会只有这个AI文具分析啊 你可能有做什么选择题啊 或者像我刚前面有给大家上传图片有没有 那个我们别堂课都会教 总之你一堂课做完了很多事情之后 最后一步你要按的按钮就是正上方的结束课堂 就如同你一开始要按开始课堂一样 你一上完这堂课 整堂课结束都做完了之后 就会按结束课堂 好,按结束课堂之后呢 他就会帮我针对这一堂课去做一个整理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帮我整理的东西是什么 好,首先 这堂课上完之后呢 他会帮我整理出一个所谓的全班学习表现摘要 那刚刚我们做的比较简易啊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好,来 右下角这边会有一个白色的小箭头 也没错 翻牌中学生就不能继续做到 翻牌就等同于结束这个活动的 没错 OK 好,右下角这边有个白色的汇出按键 来,我们按一下 然后 汇出 这些课堂的数据记录 看你要汇到哪里 我就先选择汇到桌面好了 好,我们去看一下 来,在桌面上 他就帮我产生了 两个东西 OK 一个 这个压缩档里面就是大家刚上传的那些图片 照片 我们现在就不特别去看他了 上课的过程当中 如果老师有请学生上传东西 他都会帮你保存下来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在看这个 Excel档的数据 他就会帮你把所有这一堂课的数据留下来 当然刚刚这堂课我们没有做太多的事情 可是有谁 初缺席 任务 然后他有参与答案 像这个TF就是 那个适配题 OK 然后填充题他写了什么 全部这边这个数据库 都会帮你汇整下来有一张表 这个就是老师的电脑 每次HIT局结束课堂之后 他都会帮你产生这样一张表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东西是 请你这个时候 再一次 好 这个就是刚刚的表 我们看过 好 等一下喔 请你这个时候 再次 我贴到哪去 好 请你这个时候我要邀请你 再次拿出你的HIT 手机的HIT 我们要来讲另外一个AI 我们要来讲另外一个AI 我刚刚那张表不是AI 那只是Excel的数据 那个没有AI的成分 我们来讲另外一个AI 请你拿出你的手机HIT 这个时候 请你帮我看一下 右下 右下角 讯息的那一个分页 手机HIT 讯息的那一个分页里面 你应该会取得一个新的讯息 刚刚热疼 对不起 他现在叫通知 他现在叫通知 他们叫讯息 OK 通知的里面 你应该会热疼疼取得一个通知 如果没有的话 他轻易把整个APP往下拉一下 就是让他refresh 然后让他重新refresh 跑一下 就会有 他会给你一个充值 叫做AI苏格拉迪小数据 服务充值 这样 我记得如果你整个APP 没有看到有这个的话 你就整个页面往下拉一下 让他refresh 就会有 OK 这个AI苏格拉迪小数据 服务充值里面 所以就会针对今天这一堂课 老师你使用了哪些IT的功能 他会帮你做一个汇整 他会帮你做一个整理 老师今天有问答 有IRS 有统计什么的 那刚刚我们只做了一个功能 所以数据应该会就是蛮空的 但你就稍微知道 他会帮你做一个汇整 然后在这个汇整的上面 会有一个叫做所谓的科技互动指数 有一个分数跟红灯或黄灯或绿灯 OK 那这边我旁边就有写 给大家看一下 旁边这边就有写 OK 70分以上会是绿灯 50到70会是黄灯 50分以下会是红灯 所以简单来讲我们的第二个AI功能 就是我们的系统会自动产生一个针对你这堂课 使用科技的熟练度的一个feedback OK 使用科技的熟练度 他给你一个feedback OK 那他的分类的依据就是下面他帮你列出来这些用科技的功能 那刚刚如果老师你已经看到你现在一定是红灯 因为我刚刚只教你用一个工具而已 你根本没用什么功能吗 怎么可能绿灯 可是事后之后 老师如果想要练习用high teach 想要更熟练 你就可以用这个去简单做一个自己的指标 那记得要产生这个AI小数据的前提是 他的条件 他的条件是第一堂课 OK 是开始课堂至少要10分钟 开始课堂至少10分钟 我们刚刚应该有10分钟 如果有的老师比较晚才顺利开始 然后结束 可能不到10分钟的话 你不会看到这个东西 OK 这堂课至少10分钟 因为有的老师刚开始练习 这边练5分钟 那边3分钟 那你也不会想要一堆垃圾数据 对不对 通常10分钟以内 应该也不是一个正式的教学 所以10分钟以上的课 他才会产生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会告诉你 科技互动指数 绿灯黄灯还是黄灯 就会给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一个 指标 让老师可以自己的 再去练习去精进你使用 high teach的能力 这样子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re-crash重新整理之后也没有吗 如果re-crash重新整理也没有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刚刚的课 如果第一步就跟着我 到最后我按结束课堂才结束 大概差不多 我刚刚有看大概差不多15分钟 所以有的老师我知道刚前面有遇到一些 没看到AI 重新开启 或什么的 可能你刚刚run 那整个流程就没有到10分钟 那没关系 老师回去可以再试试看 只要是超过10分钟的课 只要你确定你有AI了 你只要刚刚文具分析有 这个就一定会有 这两个功能是一起取得的 你刚确定你有文具分析了 确定没问题 你有AI了 那每一次结束这场 这边一定会有 如果没有 应该就只是刚刚没有到10分钟的关系 老师回去可以再试试看 就应该就会产生 我刚刚最后那一段 大概差不多十几分钟的一个流程 那有的老师进来的可能 比较后面才成功 所以可能 有可能不到10分钟 OK 但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我们的 AI苏格拉底小数据 那因为它是科技的互动数据 所以我们又称它为T数据 我们又称它为T数据 那很好的使用了HIT取得科技功能 取得绿灯的课 取得这个70分以上绿灯的课 我们就称之为一个T绿灯 好 所以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呢 OK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呢 老师看一下 刚刚我们HITA最一开始介绍 的页面里面 刚刚我们HITA最一开始介绍的页面里面 然后这边好乱 我再插一插 OK 刚我们HITA最一开始介绍的 所有页面里面的第一个页面 这里 你就会看到 我的HIT取这边 它会告诉你 你有多少个T数据 多少个T绿灯 随便就可以看 它等于就是一个快速帮老师 解释 你应用HIT的熟练程度 的一个状态 OK 而我们的 老师指的是双AI的授权吗 老师在讲的是双AI授权 还是HITA本身的授权 帮我回应一下 好 那 这个T数据跟T绿灯 它有什么意义 它有什么意义 好 好 我们现在就要来讲 今天最后有几个事情 要带大家一起完成 首先第一步 我们的HIT 老师问到这个 我就顺势就讲到这边 我们的HIT 原则上会有三个 对不起 应该是一个活动 然后还有三个授权的时程 这个活动叫做HIT 333 这个活动叫做HIT 333 那这个HIT 333里面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三也就是第一次取得三个月 只要你参加研习 像你今天有来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扫个QR Code 那个一定要记得扫才有 只要你参加研习 扫码加入课程等 等下我会给大家扫个QR Code 你就可以取得 但是 它是要从未你取得 它不会重复发放 老师如果你参加别的研习 已经取过这个第一个三个月 它只会拿到以前 那我们后续有两个三个月 另外两个三个月 也就是三加三加三 总共九个月 后面的那两个三个月要取得 分别要完成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就是 在研习后的一个月内 拿到三个T率等 我们刚刚讲的 T率等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那个就是T率等 你如果只参加今天这一堂会有点难 因为我们今天根本没讲排体学功能 你参加别一堂会 会比较有办法让你赶快拿到T率等 因为我们今天没什么讲 IT学的功能 所以第一个你要拿到三个T率等 第二个就是 等于说做一个社群的分享 使用IT学的分享 那你要怎么让我们知道 你完成的这两件事情呢 你要怎么让我们知道 你完成的这两件事情呢 我们有一个学生的云端 叫做A class 1 这个我给大家一下那个云端连结 这个大家先存 因为你现在可能还用不到 但是你之后会用到 你只要 有加入我今天这一堂课 等一下我会给你一个QR Code 我是等一下才会给你不要急 等一下我会给你一个QR Code 那个QR Code 只要你有扫进去 你就是这堂课的学生 那只要你是这堂课的学生 那个George也同时给了 你登入这个A class 1 你就会看到 给大家看一下喔 你只要是这堂课的学生 登入A class 1 你就会看到这堂课里面 会有他的一些作业 会有一些作业 OK 那例如说你要缴交T率等 我已经拿到三个T率等了 你就找到那个T率等的作业点进去 然后首先你要先去你的手机 还贴截个图嘛 就是还贴首页 那个T率的那边下面有写3 我可以确定你已经拿到三个T率等了 你就来这边把 那个图片档案上传 然后把它当个作业交出去 我这边看到 就会给你 那另外一个作业也是一样 你就把你的社群贴文截图下来 一样档案这边上传 交出去 我看到就会再给你 OK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可以 以学生的身份进来 缴交你会有 就是两个作业 那如果你参加很多堂研习 有的老师我知道大家很认真 一整个暑假 我的五堂课全部都参加 每一堂课都有两个作业 你总共会看到10个作业吧 但没关系 你就是不用全部去做 你就是不用全部去做 你只要选其中 你只要有交过一次双绿灯 三个梯绿灯 有交过一次社群分享就好 然后你不用每堂课就去交 那都是同一个系统 你只要交过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子 好老师说整堂课都在线上 我提醒一下 不是说你参加我这堂课 这个是刚刚你自己的HIT 从点开始课堂到点结束课堂 中间要超过10分钟 中间要超过10分钟 不是跟着我 我们今天上了两个半小时 我知道大家都很用心 是你因为那个课是等于 你使用你的HIT 差给你的回馈 你这一次使用HIT 有没有达到T绿灯 或是T黄灯 还是T红灯 那个是你用你的HIT 所以跟我无关 跟你加入我的课无关 是你刚刚那个HIT 本身有没有开超过10分钟 你加入我的课 你只是我的学生嘛 那个T绿灯是针对老师的教学 所以跟你学生身份 加入我的课那个无关 那是两件事 OK 好 有零 可以可以 只要老师的手机HIT 这边T绿灯是3以上 我不会管你那个T绿灯 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只要你这边T绿灯 这里有超过3就可以 好就可以 OK 好 所以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个是我们会给大家取得的一些权限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就要来做几件事 大概还有超过4-5分钟 好 首先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来 请所有的老师今天你要取得 以这一场演习 你想要取得第一个三个月的 请你拿出你的手机HIT 扫射的QR Code 如果你在别厂演习已经取过三个月 你可以不用扫 没关系 因为进去是同一个 就是他他会验证 如果你领过第一个三个月 他不会重复发给你 你也可以扫 但你也可以不扫 但如果你从来没扫过 你只有今天来参加的话 你一定要扫 你才会拿到第一个三个月 他一定要HITA扫 记得不要开什么LINE 拍相机 这个一定要用HITA去扫 用HITA去扫 扫进去之后 他会跳出一个页面 问你是不是要加入课堂 你就点确认你要加入 然后成功之后 他会打一个绿色勾勾 稍等一下 我给他看一眼 他会长这样 我会长这样 等我一下我直接把那个QR Code 贴过来 OK 你扫进去之后 他会问你是不是要加入课程 加入进去之后 变成课程加入成功 这样就可以了 OK对 不好意思 我们暑假期间还是照算 因为我们演习就是 每个月基本上学期间 学期外都是一直路路继续开 那我们没有特别去划定 因为其实有的老师 其实他也是 呃 暑假反而比较有时间好好用 所以我们就是维持这样 但是基本上老师 如果加上后面两个任务都完成的话 总共是9个月 所以就算包含暑假 等于说至少你也还可以再用完 下一整个学期 是没有问题 找不到吗 好如果有人找不到 我把邀请的网址也丢出来 你也可以用网址进来 但我会建议你用扫码的 用扫码比较快 用扫码比较快 我先把网址丢出来 这个也可以 用扫的也可以 用网址也可以 好我再给大家十秒钟 因为我们当时还有件事情 就是要抽奖 我没有忘记 我没有忘记 所以这个 这个 不能忽略老师们今天一整个 早上的努力嘛 对不对 好我再放个十秒 我们就最后来抽奖跟做最后的收尾 好我就先关起来 如果真的有人还没找到 没关系 等一下你需要我再带给你 我先把就是该讲完的事情讲完 我怎么增加剃率等有 这个等一下最后收尾 我会讲到 这个其中一个会讲到的东西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抽奖 我们今天会抽给大家两个东西 我们每次都是抽这两个东西 拍一提取我们的提摩豆帆布袋 很可爱一只就是浇灌小豆子 就是我们老师的职业嘛 就是这个做玉音材浇灌 所以这是我们的帆布袋 以及这种可以伸缩的 可以拿来使用在这种 互动电子大饼上面的这种伸缩的饼 我们各抽两位 那我们的抽法呢 因为虽然我已经结束各堂了 可是等我一下 我们刚刚那一堂课 有连进来的名单都在这里 好所以我先来确定一下 我们刚刚总共连到的是118号 OK这边118号 我等一下抽 我会对应这个名字看一下 我抽到几号是谁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在线上 有在线上请你告诉我 首先我们先抽两个帆布袋 OK那我们就抽1号到118号 好然后一次调两位 我抽两位 17跟99我看一下 99是 是杨孟宇老师 然后17号是 这个SHEEN 这位老师 OK17号在 孟宇老师也去抽 OK两位老师都在 好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说 怎么去跟我们取得礼物 你们两个先知道 得奖了就好 恭喜两位 孟宇老师跟17号 这个是郑老师 OK 好那再来 我们抽另外教编比两位 24跟48 刚好是倍数吗 24是 这应该是谢老师吧 24应该是谢老师 48是林彦 对不起 但是数吗 不好意思 OK 林老师跟谢老师 谢老师有在吗 林老师举手我看到了 OK OK 也在 OK 好那以上所有的老师 就是恭喜你得奖 那请你帮我加入 现在我们那个官方丢出来 官方LINE 帮我加入之后 告知我们你的一些资讯 我们在看什么把奖品寄给你 你看这老师说取过帆布袋 那老师都抽中就是你的幸运 您就进去 没关系 我们就改送那个教编笔 给你 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变成送出一个帆布袋 跟三个教编笔 这样子 老师再怎么说都是抽中的吧 OK 好 所以以上四位老师 请你务必要主动私讯我们 你没有私讯我们 我找不到你 我们没有连老师 留老师太多的个资 老师应该帮我加入那个LINE 告诉我你是谁 诶 取得了什么礼物 我们才能在后续看要怎么把这个礼物 送到你的手上 好 那恭喜老师 那没得讲也不用沮丧 我们演习还很多 所以最后刚刚老师问到 我最后讲完这件事情 我们就要结束了 我怎么帮助我自己能够练习 进步去取得所谓的T绿灯呢 两个方法 第一个我们有官方的YouTube 老师可以直接把这一页解下来 你需要的话 请把这一页解下来 我们YouTube上面 我有一些建议观看的 研习的影片跟播放清单 按照这些影片去跟着学 一定会进步很快 那有的老师 可能没时间看影片 他想要的是教材 但我们IT本身 这个资料夹这边点进去 这条件点进去 有个预设资源 里面有个范例档 里面也有很多的教材 OK 这边都有建议用法 你可以去取得里面有个PDF档 他会告诉你 去善用这一份教材资料 然后你也可以去看到 有个叫做AI苏格拉底的资料夹 里面有专门的教材 让你按部就班的去学 就可以拿到T绿灯 OK 所以这些资源 欢迎老师 影片也好 教材也好 多多的去使用 这都是欢迎大家多多使用 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页老师可以解下来 我最后再放个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那最后就是还是工商一下 这是我们剩下来八月份 还有三个场次 我的手把手的课 那当然不止我 我们暑假期间还有邀请 非常多来自不同县市 非常厉害使用ITG的老师 来做教权经验的分享 都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参与这些 演习课程 OK 好那有需要的老师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 跟我们的社群 我们都可以再做更多的讨论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也中午了 大家肚子应该也饿了 要去吃饭了 好 那就如果老师还有问题想留下来继续问 可以欢迎 但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老师 就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